天素除了夏天四季都很冷 好了 同学们到点了 大家这个主要是最近同学们 这个气温的变化 比较的这个喜怒无常 大家注意关注一下天气 然后该添衣服的时候注意加一 然后不要那个感冒了 最近流感也比较猖獗 同学们保重自己的身体 今天我们也有一些宝贝发烧了 带病在听课 这个注意 这个吃要按时吃要好好休息 同学们 来给大家发言红包 同学们到上时间了 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 今天是我们那个春节第一讲 有很多宝贝呢 非常不容易 这个春节开决之后 第一次来上直播课 欢迎大家 然后今天这一节 同学们我们要讲北宋诗歌 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来上这个直播课的 你的选择是没有错误的 来 同学们 都能小手 抢抢红包 抢抢红包的宝贝们 还是照例把智愣起来 打到公平上 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还在生病 还在发烧的话 也可以勉强打起一点点精神 来听一听我们后面的一个课程 同学们 好 喝水多喝水 大家按时吃饭 然后呢 这个你生命了的话 咱俩休息好了 再去上课 注意自己的身体 同学们 好 同学们来 制动起来语文出财 我们准备开始上课了 3 2 1 好 来 同学们 打起精神来 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内容了 好了 各位同学们 欢迎大家要在这个时间 准时来到CC语文课堂 我是你们的主角老师 陈欣老师也是各位的CC 欢迎各位同学们 早前准时的到来 那么今天这一讲呢 同学们是我们春季 的第一讲 然后也算我们一个 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新的开始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每节直播课之后 都可以解锁一个半个小时的视频课 我们春季第一讲 大家看完之后 还可以解锁的视频课 是我们 以具语用狂脸提起的 一个精讲内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每节课后 直播课后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 视频课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 同学们还要注意 我们今天结束了之后 我们连续四讲 完成课程的同学们 已经可以解锁我们的 双一看资料了 同学们有没有我们连续四讲 都完成了看课的同学们 可以在评论区抠一拨 我们这个 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坚持听课的同学们 有多少 连续四讲指的是 我们春季行的后三讲 加上我们今天这一讲 我们非常好 我们今天这一讲下课之后 同学们注意 今天这一讲下课之后 大家就可以去主动找斑斑 同学们 因为咱们人数比较多 大家要顾及一下 斑斑这里发放 它肯定是有一个顺序的 大家可以主动去找斑斑 然后我们就可以领取 一到二月最新的一个 双月刊的一个内容了 同学们 如果大家前面 同学们 有一些没听呢 你说老师 我前两周有什么事的 没有问题 给大家把时间 延到三月十九号 宝贝 就是你可以给你一个 看回放的时间 没有问题 只要你不管是直播 还是回放 累计四讲全部看完 到三月十九号 咱们正好 就是到这个 再给大家一周的时间 你都可以去领取我们的双月刊 同学们 大家知道 这双月刊里面 有我们一到二月 最新的一些热点的事件 还有我们的素材 还有两套魔考卷 家人们 还有两套最新的名校 魔考题 如果你最近有考试的 这个情况的话 你可以提前看一看题 来保持一下 我们做题的体感 所以这是我们 今天大家下课之后 可以去领取的同学们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算彩蛋 宝贝 我们今天彩蛋 还有今天的内容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连续四讲 大家本来就应该拿到的 一个鼓励 应该本来就属于 你们的一个奖励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 这是我们课后 大家再去领 别着急 课后再去领 我们先来上课 同学们 今天这一讲 给大家带来的是 北宋诗词 同学们 北宋诗词 可以说在之前 也是被大家奠记了很久了 这里面大家主要奠记谁 主要奠记的是苏氏 但是今天同学们 除了苏氏以外 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个人 这个人物呢 也是CC个人 非常偏爱的一个词人 就是人间浪荡子 刘勇 一个婉约派代表 一个豪放派代表 除了这二位以外 我们还要给大家讲一讲 围绕着苏氏 或者以苏氏作为其中 重要的一个人物的 北宋文坛 这里面包含了 欧阳修 王安石 司马光 和苏氏 这几个人的爱恨情仇 家人们啊 说是爱恨情仇 绝对不带夸大的 就大家下课之后 可以解锁我们 本讲的彩蛋同学们 本讲的彩蛋里面 会跟大家详细的 来透露一下 欧阳修 王安石 司马光 和苏氏 他们背后的一些 亦敌亦友的精彩的故事 这个大家下课之后 可以去阅读 我们课上也会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玩课的彩蛋同学们 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的每节课的彩蛋 是下课的时候 会给到大家一个口令 大家拿着这个口令 主动去找班班 领取我们的内容 我们这个内容里 都是给大家根据课程 来精心挑选的 适配的一些拓展阅读 或者说是一些补充的东西 我们今天给大家补充的 就是这几位背后的 爱恨情仇故事 那么除了北宋文坛以外 这节课同学们 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题目 一个是练字体 一个是练具体 都是在考试当中 四到六分 六分左右的一个主观大题的 一个解题的思路 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讲到 同学们 那么我们直接来进入到 今天关于北宋的 这个相关的内容 同学们 来我们直接来看 那么关于大家的诗歌学习 我们反复强调 大家想要达成的诗歌学习效果 就是学一首顶诗首 学一个诗人 读这个诗人所有的诗歌 学写作背景 对应诗歌的情感 读学代表诗人 读懂这个时代所有诗人的诗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说 学时代 学诗人 学作品 学情感规律 跟着CC来学习这种 举一反三的 古诗的文化史的一个学习 那么在举一反三的学习过程当中 大家要明智的是高考 诗歌主要在考什么 同学们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强调过 高考在考情上 主要还是以什么呢 以唐诗诵词为主 同学们 那么唐诗呢 我们已经在之前那个寒假的时候 在春令行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过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讲诵词 诵代的诗词呢 在高考当中考的也是相对比较频繁的 从2016年到2022年呢 这个考的也有20次了 同学嘛 所以诵代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春令行 寒假的时候 给大家讲的是大堂 我们分为了四个阶段 记得吧 初堂 盛堂 中堂 晚堂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的宋代的诗词 也是分两讲 一讲北宋 一讲南宋 我们今天先来看北宋的诗词 同学们 那么我们在上节课 给大家讲断句的时候 当时也讲了宋代的史籍 讲了宋史 那么在讲这一块知识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宋代的时代背景 我们说宋代 它上成五代诗国 下起元朝 然后分为北宋和南宋 两个阶段 那么在北宋和南宋 这样的两个历史阶段 我们说它有一些重要的时代的背景特点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介绍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宋代 它的一些关键词 同学们 宋代它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相较于唐朝 我们说宋代 它首先在经济方面 它是一个经济大国 对吧 就是经济文化的发展 都是比较的繁荣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它的政治环境上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叫做众文义武 对吧 正是因为众文义武 所以在宋代 它的文人的这种环境 它本身就是非常的优越的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这是宋代 它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观念词 这总结为有钱有文人 说的就是太准确了 因为这样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文人 有很多的文学家 都在这个时期呢 涌现出来 所以宋代这个时期 本身就是文坛俱乐 涌现的一个阶段 每一个拿出来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那么这些人物 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同学们啊 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 说首先从诗歌 从诗来说 宋代有一个新的题材 叫什么来着 哲理诗 对吧 它会有很多诗歌里面 会偏重讲一个道理 同学们 这个是跟我们之前的 唐诗不太一样的 唐代的诗歌 还是以抒发情感为主 对吧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到 宋代的诗歌出现了 讲道理 讲一些哲理性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这是我们上周 讲到过的同学们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宋代的诗词 那么我们说的同学们 这个从诗上面而言 宋代主要的诗的特点 是有哲理诗 那么宋代 我们如果说文学体材 你最先想到的 其实应该不是诗 而应该是什么 我们说每个时代 它都会有自己比较典型的文学样式 你像唐朝 它就是诗对吧 我们一说就是唐诗 唐诗就是以唐作为一个 它最典型的这个代表诗期的 那么到了宋朝 非常好朋友 其实大家优先想到的 应该是词 虽然它在诗的方面的发展呢 也有自己可圈可点的地方 我们讲的这种哲理诗对吧 但是如果说宋的话 主要我们其实还是要讲宋词 那么同学们 我们说宋词在这里 非常好同学们 它可以分为两个流派 宋词有哪两个流派 我们从它的风格类型上而言 宋词又可以分为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叫做宛约词派 宛约词派代表人物 非常好同学们 宛约和豪放 宛约词派的代表人物 我们最早在五代十国那 讲过一个人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人 他是一国的国君 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国君 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宛约派的词人 这个人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谁 非常好同学们 就是这个李玉 我们之前讲李玉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宛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么宛约派同学们 除了我们比较早讲的五代十国的李玉 还有谁呢 非常好 像李清照 还有我们今天即将要讲的刘勇 刘勇呢 他也是宛约派的同学 像李玉啊 刘勇啊 李清照 包括像这个什么这个温婷云啊 像这个周邦宴啊 他们都是宛约派的代表次人 那么李玉呢 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包括宛书 非常好 宛书宛级道 这都属于这个宛约派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 后面还要讲到李玉跟李清照 那么除了宛约派以外 还有一个对应的 另外的一个风格流派 相对而言比较豪放 比较直接的 然后呢 在整个气势上 我们是比较雄魂开阔的 就是我们的豪放派的 对吧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有谁 同学们 还忘了豪放派有谁 那必须是 大家刚刚提到的 苏氏啊 这个星系集啊 非常好同学们 其实包括像陆游啊 他也是偏豪放派一点的 对吧 那么这些人物都是我们 接下来在北宋和南宋诗词 要给大家讲到的同学们 那么我们今天 首先要讲到的 本讲要讲到 一位晚约 一位豪放 刘勇和苏氏 下次我们讲南宋诗词的时候 春季第六奖的时候 来讲宛约的李清照 还有豪放的星期集和陆游啊 所以这几位都会在我们 这一节课当中 给大家涉及到同学们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 刘勇和苏氏 就是相较于 大家对苏氏这个人物的了解呢 很多同学对于刘勇 在文学上的一个意义和成就 我的了解没有那么深 在这呢 我来给大家引入一个小小的故事 同学们啊 就是相传呢 在南宋的云文报的吹剑虚录里面 记载了这样的一段内容 就是苏东坡 苏氏呢 他在这个玉堂的时候 有人在唱歌 然后苏氏他自己问到 叫我词 何如柳七 这个柳七就是柳友 就是说我的词 跟柳友比 怎么样 然后就有人回答说 柳郎中词 至何十七八女郎 执红牙板 歌 杨柳暗 小风残月 而学士的词 就是苏东坡您的词 须关西大汉 执铜琵琶 就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 他对不同的词 就是谁来唱 以及怎么唱 都有非常明确的 这种对比和差异 那么在这个 《渔文报》的 这个吹剑虚录 这个故事里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当时在这个场景下 回答的这个人 他是认为 刘勇的词更好 还是认为 苏氏的词更好 这是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拉踩的情绪 对吧 同学们 对吧 他其实并不是在 客观的描述 二人词作风格的差异 而是实际上认为 刘勇的词 相对而言 要差点意思 为什么差点意思 他认为只适合 十七八岁的姑娘 拿着一个红牙板 打着节拍来唱 对吧 而苏氏的词 感觉要更加大气 更加旁博一点 他这其实是有一个 非常明显的 拉踩现象 那么在这 我就要为 这个 刘勇呢 来凝聚不平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刘勇 就要冲出来说 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 其实呢 他对宋词 是付出了很多的同学们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关于北宋初期的 这个晚约派的代表词人 刘勇 以及他为诵词的奠基的意义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人间浪荡子刘勇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勇的一些基本信息 同学们 刘勇的原名叫做柳三变 所以在很多的作品当中 提到的三变 柳三变 其实指的就是刘勇 刘勇还有一个称号 就是因为他排行老七 所以也称为柳七 柳七和柳三变 都是指柳勇这个人物 北宋词人 晚约派的代表人物 是第一位对宋词 进行了全面革新的词人 后来呢 做官做过这个屯田园外郎 所以事称柳屯田 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并以白衣倾向自诩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这个白衣倾向的这个故事 就大家知道这两个典故 奉旨填词和白衣倾向 指的都是来源于 都是这个柳勇同学们 而他的词呢 同学们在内容上而言 是非常丰富的 有写城市风光的 有写歌迹生活的 还有积虑行义的 这些我们后面都会给大家 举一些例子来提到 然后他的这个词的这个风格呢 就是语言 然后这个非常的这个 在意向的选择上 非常的具有想象力 然后情景交融 铺序刻画 音律的也是非常的写晚的 代表作有他的雨淋淋 八升干舟 那么刘勇的词 在当时同学们 实际上是传唱度非常高的 有这么一句话 来形容刘勇词的 一个传唱的情况 叫做 凡有井水隐处 皆能割流词 也就是说 只要有这样的井水的地方 都可以来唱刘勇的词 那么刘勇的词为什么传唱度会如此之高呢 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也会有这个故事来相应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么这是关于刘勇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同学们 接下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刘勇他生平的主要事件 以及他的一些代表作品 首先同学们 首先同学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刘勇的出身 和那些我们了解过的文人的出身 相较于而言比较类似 就是他呢 本身出身也比较好 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 他的先是呢 是这个一个 一个世家大族 叫做河东柳氏 这个河东柳氏同学们 还是挺了不起的 就出了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名人 你像柳宗元 也是出自这个河东柳氏啊 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家庭环境 还是比较不错的 从小呢 也是就是学习诗词啊 然后有比较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啊 所以年纪轻轻的 就是有这种想要考取功名 想要飞上天 跟太阳肩并肩的 这种远大的一个抱负同学们 然后等到刘勇呢 后来这个长成之后呢 就选择离开家乡 对吧 想去外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他就来到了苏杭 来到了苏州杭州之地 那么他在到了杭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同学们 游炼杭州这个地方的梅景 就写下了一个杭州的这个 可以说是旅游攻略吧 一篇名篇 就是望海潮东南行圣 这首词里面 刘勇极尽写了 就是前唐杭州这个地方 美丽的风光 以及繁华的城市风貌 同学们 但是这首词啊 实际上它并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写杭州这么简单的 这首词实际上它是一首干业诗 什么叫干业诗同学们 那么大家知道呢 干业诗也可以叫拜业诗 干业拜业 它都是古人 求取功名 为自己的仕途 挣一份机会的一种手段 就是我呀 带着我的一个作品 然后去一个比较有声望的一个 一个这个达官显规的家中 希望能够 人家能够赏试我 就是自荐的意思 非常好宝贝 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自荐信 但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首词 它既然是一个干业诗 是一个自荐信 但是大家看一看内容 如果让咱们去写一个干业诗 写一个自荐信 你应该写什么呀 你应该给对方介绍一下自己 应该介绍一下自己多有本事 自己多有才华 自己多有能力 对吧 自己能为对方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但是我们来看 刘勇的这首望海潮同学们 可以说完全没提自己 咱们就是一个描写杭州 而且写的非常之好 给大家感受一下同学们 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文采 东南行圣 三无都会 前堂自古繁华 烟柳华桥 风帘翠木 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低沙 鹿涛卷双血 天欠无涯 试猎珠鸡 护银裸起 敬护蛇 重湖蝶眼倾家 有三丘桂子 十里荷花 千管弄情 林歌范叶 嬉戏掉手莲娃 千记拥高牙 沉醉听肖鼓 吟上烟霞 一日涂江好景 归去凤十夸 提自己了吗 家人们 一个字没提 关于我的才华 我的能力 我能够 未来做些什么 一个字都没提 所以这首词呀 我们管它叫做 最独特的干业诗 那么 他的这首干业诗 是写给当时的杭州的支州 叫做孙和 这个孙和呀 实际上本身跟咱们刘勇啊 是认识的 那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这个推荐信 写的这么的委婉 你压根不夸自己 你就嘎嘎在这夸 这个夸杭州 你说他最后达到了 想要自荐的目的吗 很显然 他是没有得到自己 想要求取的东西的 孙和呢 也只是夸奖了 他这篇文章 这首词 写得很好 并没有get到 他干业 败业的一个意思 其实这篇 刘老师呢 他为什么不夸自己 就是刘勇同学 大家要考 他这时候是非常自信的 他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篇文采 哗然的好词 好的作品 来向对方展示自己的才华 也就是说 我的才华用多说吗 家人们 用我直白的去表述吗 完全不需要 我就用这 这首词 足以证明了 而且这首词 相传 家人们 写的有多好呢 后来有一个人 叫做完颜亮 大家看这个名字 应该就能猜到了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啊 他是金国人啊 这个完颜亮呢 他是金人的首领 他在看到了 了解到了刘勇的这首 《望海潮》之后 对他这里面写的 三丘贵子十里荷花 可以说是非常致向 就是完颜亮 他作为一个草原儿女 平时看的呢 就是这个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对吧 一想到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竟然有三丘贵子 十里荷花的这种景象 所以呢 他就流露出 但也不是说就立刻攻打吧 但是就心生想往 他就想说 我早晚有一天 我要到中原地区 去看一看 三丘贵子十里荷花 也为后续 他们打进中原 打到这个 这个这个北宋 可以说是 埋下了一个伏笔吧 当然这是相传的一个故事啊 但是同学们 从这个野始的故事当中 大家也能感受到 就是旺海潮这首词 在当时他也是 就大家还是很认可 他那个家庭 就是写的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杭州的旅游攻略 可以说啊 所以这是他很早期的 同学们 很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那么早期的 就大家能感受到 刘永才这个时候 是非常自信的啊 那么同学们 现在咱们拜议 想让别人自建 咱没有达到 自己的目的是吧 那接下来怎么办 咱还有另一条路 咱自己考 是吧 咱可以通过科举 咱自己考啊 那么如此有才华的刘永 自信的刘永 参加了科举考试 考中了吗 同学们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李白 杜甫 王伯 什么这些出唐四姐 这些人物都很有才华 但是大多在科考上 都不是很顺利 而我们的刘永呢 也是这样 愁愁满志 又应声落地 25岁的时候 科考 刘永呢 认为自己 以自己的才华 必然是定然 睽甲 这个登高地 绝对不是第一 也得是第二 这种水平 结果呢 考试的时候 同学们 他的词 被皇上批评 说他的词 叫蜀词浮米 说他的词 太过于怎么样 太过于华丽了 不够朴实啊 遭到了严厉的一个谴责 所以刘永呢 第一次考试 咱们就是一个大失败 就是一个美考上 那么美考上之后呢 非常愤慨的刘永 愤慨之下就做了这篇 赫冲天 黄金榜上 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首词里面 刘永的情绪 财子词人 自是白衣倾向 他自封为白衣倾向 最后一句写到 人把浮明换了 浅真低唱 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首词 他真的就是说 像他写的这样 我呢 对于这些功名啊 对于这些浮明啊 还不如去换了酒 然后去唱歌 他真的不想考了吗 他是真的绝望了吗 觉得这个 仕途没什么意思 功名没什么意思吗 同学们 其实他还是不甘心的 就这里面多少 有些这个自我安慰的意义 就还不如我那个 把他换了酒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他这个是 心情里面 还是对于科考这件事情 抱有一些怨气的 对吧 所以他自诩是白衣倾向 虽然我没有考证 而且呢 表达自己对于这种 科考这件事情的不满和牢骚的 抱怨一下 其实他还是比较失落的 那么同学们 这是第一次考 后来 刘勇确实没有放弃 又考了两次 三次 全落榜 全部都没有考中 家人 而且呢 三次全没有考中 但是呢 在他落榜的这个时间 咱们的刘勇呢 也没有闲着 就是追求公民呢 非常重要 但是呢 也不要忘了 享受生活 对吧 所以刘勇呢 在他这个追求公民 这段时间里呢 他呢 他选择什么呀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 个人生活呢 也是打理的非常的丰富 多彩啊 所以在这个时期 刘勇呢 他也是和很多的 这个歌女 歌迹们 每天生活在一起 无形浪子 刘勇啊 每天就是美人才子 快意生活 刘勇呢 和青楼的女子们的关系呢 是非常的密切的 但是这种关系密切 咱们就是 很多就是这种 填词润笔的关系 因为就是歌迹 他们本身就是要 就是唱一些词曲作品的嘛 那刘勇就会给他们去写词啊 然后这也是同学们 为什么刘勇的词 他的传唱度非常高啊 因为他有天然的 流通的渠道啊 所以他呢 就是给这些歌迹们 会写好这个词 然后让这些歌女们 唱出去啊 那么他跟歌 这些青楼的 很多女子的关系呢 都非常好啊 比如说家娘 虫娘 新娘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 香香 安安 这都是这个 刘勇的一些 红颜之己啊 因为他在很多的词当中 都出现过这些 女子们的一些名字啊 这些他的红颜之己 也是各有各的这个 各有各的这个特长吧 比如说家娘呢 唱出新声啊 曲艳福 歌唱的好 是吧 这重娘呢啊 就举措皆温润啊 就是这个行为举止呢 都非常的温润 还有我们的新娘 新娘是从小呢 就是这个能歌善舞啊 就是关系都非常好啊 就同学们要注意 就到这些内容 这都是刘勇的 就是刘勇的词呢 能写得非常高雅 也能写得非常的接地气啊 他能够给这些市井的 勾兰瓦舍的女子们 来创作一些 适合他们的 或者便于传唱的一些词 就有点像你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歌曲作品吧 对吧 既有那种阳春白雪的 也有一些可能在词曲的这个安排上 曲调的安排上 相对而言更适合大众传唱的 这我们刘勇都能去写 那么在这些女子当中 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位呢 就是这个崇重啊 就相传 崇重跟他关系是最好的 然后在他的这个第四次 落榜之后呢 刘勇终于就是有点灰心丧气了 我要是他我也不想再考 四次都没考中 还考啥呀 同学别考了 在他第四次落榜之后呢 刘勇呢 终于决定离开京师 当时和他的情人离别 相传有可能就是重重 写下了这个离别的千古名篇 雨玲玲寒缠妻妾 雨玲玲呢 可以说是离别的名作了 同学们 就是我喜欢刘勇的词 同学们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词呢 有一种非常妙的意境的感觉 每一首词里面所表达的情绪 都是非常的这种充分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雨玲玲这种词里面 浓浓的这种离别的 离仇别墟的这种情感 寒缠妻妾对肠停晚 咒语出歇 多门仗义无序 留恋处蓝舟催发 小船催着我赶紧离开 但是我和我的恋人 指手相看泪眼 无语凝夜 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 即将要分别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无语凝夜 念去去千里烟波 墓矮沉沉处 想到我们此去就要离别了 要相隔千里 多情自古 伤离别 更哪堪冷落青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惨月 此去今年 因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我们分别之后 即便是良辰好景 千种风情 我又和何人诉说呢 来表达自己和恋人 和自己的知己即将分别的 这种不舍和悲伤 确实写的是非常非常之好 情感非常充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刘勇他已经是第四次 科考失败了 而刘勇在这个时候 真是相对而言 是比较沮丧 比较失落的 他决定离开 这个伤心之地 离开他的红颜之己 那么其实刘勇 他在当时的这些歌迹当中 同学们 他的这个声望 或者说他的这个 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高的 当时的仿式之间流传 叫做不愿君王赵 愿得柳七教 不愿千两金 愿得柳七心 不愿神仙剑 愿使柳七面 就可以看到柳七呢 刘勇呢 他在这些这个歌迹当中 就非常非常受欢迎 大家都希望 能够让刘勇给他写一首词 那么如此受欢迎的刘勇 奈何呢 在公民上面呢 却没有任何的发展 所以在四次科考失败之后 终于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那么刘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他要干嘛呢 他去哪呢 家人们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刘勇的下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是刘勇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 也是我们平时考试当中 涉及到刘勇诗词 主要会考到刘勇的一个阶段 就是他浪迹天涯的时候 那么刘勇在选择离开了这个京师之后呢 就回到了来到了江南之地呢 就是一个人呢 就是一个大漂泊啊 每天 你的工作也没有着落 你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你也没有什么火的吧 每天呢就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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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孤独的喝喝小酒 然后写一些作品啊 那么这个时期呢 我们刘勇创作了大量的 积虑形义的作品 什么叫积虑形义诗啊 什么叫积虑形义诗家人们 我们积虑形义 它作为一个题材 作为一个主题的类型啊 其实我们在诗歌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积虑形义指的就是客居他乡 然后独自在外漂泊 可能是为了功名 也有可能是服兵役或者怎么样 而且大多是带有一定的 怀才不遇的这种痛苦愤懑啊 所以积虑形义同学们 它指的就是离开家乡 独自一人 客居在外 漂泊奔波的这个旅途当中 我们所做的一些作品 就叫做积虑形义诗啊 那么积虑形义诗 它在诗里面 同学们 它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它在词 大家注意啊 我们先讲是词 它在词当中 以前词都是歌女唱的 对吧 然后我们之前讲那个 李玉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李玉呢 它拓宽了一些词的内容 开始在词里面去写 像这种 离仇别恨啊 家国情怀的一些内容 对吧 它拓宽了词的内容 那么到刘勇这儿 同学们 刘勇后期的 积虑形义的内容 也是拓宽了词的 一个内容的 所可以涉猎的一些方向 你像刘勇 他到这一时期 写下了大量的 积虑形义的内容 比如说这里面就有他的代表作 蝶恋花 蝶恋花中有一句 衣带见宽 终不悔 为衣 消德 人憔悴 就是出自我们刘勇的这一首 那么很多同学 对于这一句的了解呢 都是认为 它是一个 就是写爱情嘛 对吧 写这个相思爱情的 但实际上呢 它确实是写相思 但它本身 出这个 它的出字 就是来源于刘勇 他在积虑形义 独自漂泊 辗转奔波的 这个道徒当中 然后因为这种相思 因为这样的离别 然后有了一个非常深的感慨 也有可能就是在想重重吧 可能想到 他曾经跟这些 他的红颜知己 在一起的 这个快乐的生活 那么这一时期 同学们 他对于 以一个由此身份 所创作的 积虑形义过程当中的 一些感受和感慨 也是丰富了 刘勇词的一个内容 曾经他的词呢 还是以这样的 就是市井的生活啊 然后为主 那么到了这一时期 他的内容上 就已经拓展到了 开始写一些 更加深沉的东西了 那么刘勇 他在漂泊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最终 到底有没有如愿 进入到官场 是有的 刘勇在50岁的时候 终于进入到了官场 而他呢 能够进入到官场 还是源于当时的宋仁宗 就是新的皇帝登基 然后呢 就特开恩科 放 也就是扩招了 放宽了 录取的标准 然后刘勇呢 才能够在这个 跟当时跟他的哥哥 一起呢 同登进士吧 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 一个这个仕途之梦吧 但是当时呢 刘勇其实已经是50岁了 就比较 岁数比较大 但刘勇呢 在50岁之后呢 也做了挺长时间 过十几年 将近20年的一个 做官的这个生涯 其实他也是相对而言 比较长寿的 但是呢 刘勇的主要的经典作品 还是集中在 他做官之前 不管是写这样的 世锦生活 还是说他在这个 纪律行义的图中 写这样的 由子漂泊的相思之情 那么总结一下 同学们 对于刘勇这个人 我为什么要放在 北宋 第一个来给大家讲 放在苏氏之前 来给大家去讲 给大家讲一下 刘勇他在文学上 的一个主要的成就 首先第一个 就是刘勇 他在形式格律上 他是有非常重要的 这个意义 就发展的漫词 大家对于漫词 就是你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就漫词 它是相较于 它是词的一种 这个格律上面的 一种这个分类 那么在刘勇之前 漫词很多人 可能一辈子 也就写十几首漫词 但是刘勇一个人 就创作了将近 九十首漫词 所以他可以说是 创新了宋词 在这个词调格律上的 一个发展 但更重要的是 他在内容语言上 他在内容上 拓宽了词的表现范围 我们说最早 词就是歌迹所唱的 那么刘勇 他大部分的时光 都生活在社会的下层 和这些歌剧 试景的生活当中 那么他的词 除了写男女恋情以外 也写了一些都市的风貌 城市的风光 但是也写了像 几率行义 这样较为丰富的内容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他的词 是雅俗并程的 既可以写非常雅的 像他的一些 几率行义 是写的非常雅 你知道我们刚刚说的 一代见宽 中部会 微宵的人小岁 但也可以写了一些 非常接地气的 反映这种 试景生活 都市男女情感 所以他的词 可以说是雅俗并程 既可以写得非常高雅 也可以写一些 相对接地气的 一个内容 所以他在他的诗歌的 内容方面 也是对于诵词 有一个非常大的 拓展和发展的作用的 你像我们研究 中国古典诗词的 叶家颖先生 他就评价说 没有刘勇 就没有后来的苏东坡 如果不是刘勇 他在诵词内容 以及格律上的 这种奠基的意义的话 就不会有后来的 苏氏啊 新积极啊 李清照 他们如此自由 或者开放了一些 创作的这个机会 所以就大家还是要认可 或者看到 刘勇他在诵词 早期的时候 重要的一个 奠基的意义的 以及他本身 在自己的词 所做的方面 就是写得非常好 他的意象的组合 这种画面 氛围的营造 都是非常出彩的 同学们 那么 最后再来强调一下 同学们 就是大家要关注 刘勇他在 基率行义师方面的 一个成就 基率行义师 我们到高二 还会作为一个 专门的题材 去给大家讲 但是同学们 要了解 在词里面 去写 基率行义 主要我们在这 讲的一个人物 就是刘勇 那么 考试当中 考刘勇 大多考的 都是刘勇 基率行义 这个阶段 他的一些作品 就是他漂泊的 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品 表达私销 表达 漂泊在外的孤苦 我们来看一道题 同学们 八成干中 大家就判断 一个事情 同学 大家就判断一下 这首词 是不是在描写 基率行义之苦 表达强烈的 思规情绪 是不是符合 CC刚刚讲的 那个他在外 漂泊的过程当中 所做 大家判断这个就可以了 这是之前一个 学校的月考题 那我大家发一个学分 同学们 这也是刘勇的 代表作之一 八成干中 然后判断完的 同学们 可以说一说 你是通过诗句当中的 哪几句 或者哪些关键词 你来判断它 是基率行义 或不是基率行义的 是基率行义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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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背过是吧 这个八升肝中我有点忘了 这个是不是课本内必备的一篇 我怎么记得好像 课内选的这篇 语林林是课内选的 反正这个八升肝中也是有种 这个代表作了 再来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是不是啊 是的吧同学们 谁选都行啊 你们真的 每一个我设立的选项 绝不让我这个空手而归 这首词里面同学们 大家还是 首先它在整个的氛围的渲染上 又非常到位 上片就写这个整个的这种 非常凄老 非常凄凉的一个这种环境 观河冷落 残召刀楼 当楼 然后剑双风七几 什么没有长江水 无语东流啊 然后后面你看下一个 不忍登高临远 什么时候人会登高临远 同学们 思乡的时候最容易 就是登高临远的时候 最容易思乡 对吧 归私难受 归家的情感难以收回 后面还有说 你看天际时 归走回家的小船 最后一句 争知我 以难甘处 正嫩宁宠 宁宠又是有这样的一些宠序 所以这首词 它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词语表达 可以让我们看到它作为一个游子的这种 游子 归丝 归乡 的这种情感 以及在外漂泊的 孤苦 这就是典型的同学们 积虑行义诗 积虑行义诗会有的一个内容和情感 我们到高二 后面还要集中去讲积虑行义诗这一题材 你像刘勇的这首词里面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 然后这类诗也是考刘勇的作品考的最多的一类情感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如果遇到刘勇的作品的话 大家可以首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刘勇后期 积虑漂泊过程当中所做 如果是积虑漂泊过程当中所做 主要的情感就是思乡 有子孤独 然后凄凉的 仇序 这就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给大家讲到的刘勇 那么刚刚叶嘉宇女士也说了 没有刘勇就没有后来的苏东坡 对吧 所以还是得讲讲苏东坡 很显然呢 同学们 讲北宋的诗词 苏东坡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你不讲苏氏相当于北宋没有讲 苏氏呢 其实大家在学校呢 也是重点去讲的 就是大家平时在学校 老师也是重点回去讲的一个人物 大家也是相对而言 在这些古代的这些词人诗人当中 是比较了解的一位 那么讲苏氏之前呢 同学们 我先给大家讲讲别的 先不讲你们熟悉的 我们先讲讲别的 讲讲和苏氏相关的一些人物啊 因为北宋的这些人啊 文豪太多了 牛的人太多了 同学们 在苏氏之前 有一位也是苏氏的老师吧 算是 就是欧阳修啊 欧阳修呢 他其实是第一代文坛盟主 他在当时北宋的这种文坛上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就可以算是大家都听欧阳修的话 或者是欧阳修说 提拔谁 谁就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那么以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的这个 我们以他作为一个关系网啊 和他相关的一些北宋的文人 还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说说 就是这个范仲淹同学们 这些语文课文里面的人物 他们其实关系都很好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啊 这个范仲淹跟欧阳修呢 两个人其实是忘年之交 同学们 范仲淹比欧阳修大了18岁 这两个人不属于同辈 但是并不影响这哥俩关系很好 他们两个呢 兴趣相投 在政治立场上呢 也是一致的 而且彼此欣赏啊 然后范仲淹呢 他的仕途呢 也是比较坎坷的多次被贬 每次被贬呢 这个欧阳修都是为自己的好兄弟 仗义直言 家人们啊 绝对是为他打抱不平的啊 两个人交情很深厚 而且两个人的关系 还能够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他们写文章的这个 信有灵犀上啊 我们学校学过的两篇文章 一个叫做岳阳楼记 一个叫做醉翁亭记 这两篇啊 要求大家背诵的明天散文 是同一年所做 当时这哥俩都被贬 都被贬离的京城 然后同一年分别写下了 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 这两篇散文 而且全部都被收录在了 我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啊 后来范仲淹离世之后呢 欧阳修也是非常的悲痛啊 所以他们两个关系 本身是很好的啊 那么除了和我们的范仲淹 时光年之交以外 欧阳修还和谁呢 另外一个人 叫司马光啊 司马光这个人呢 除了司马光砸钢 这个故事以外 司马光他也主持修转了 这个资质通线 也是北宋时候重要的 这个政治家 他跟欧阳修 欧阳修呢 他们两个是修室的同事 就人家是一个部门的同事 他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密 除了跟司马光两个人 是这个同部门的同事以外 你像这个欧阳修 跟这个这个这个王爱石呢 两个人更是相爱相差 他们两个在政治立场上 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分析的啊 那么讲到王爱石 就必须要提及 就王爱石当时是想要改革的 有一个王爱石变法 他当时是主张 要用一些改革的手段 来改变当时北宋的时候 当时在政治方面的一些 积攒已久的顾及的 那么不仅仅是欧阳修 跟王爱石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立场上的分析 你像我们的司马光 跟王爱石也在政治方面 不太对付啊 所以司马光跟王爱石 也是政治上面的一个死敌啊 然后呢 但是他们更多的就是君子之争 就这种君子之争就是 只是因为政治方面的 一些立场上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分析啊 当然了 你像欧阳修后续 还有一些弟子啊 他的这些弟子们 比如说曾狗 苏氏 苏群苏哲 这几位都是唐宋八大家里面 对吧 这都是欧阳修的学生 所以大家就看一下 他这个本身的 这个弟子当中 了不起的也很多啊 你像这个苏氏 后来也是继承了 自己老师的这个 可以说这个政治方面的 一些立场吧 苏氏在早期也是反对王爱石变法的啊 他也是不赞成这个革新派的啊 但是你像比如说 我们再说说像司马光跟苏氏 司马光跟苏氏呢 关系也不错 就司马光本身也非常的赏识 这个苏氏的一个才华 所以同学们 就是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这几个呢 在政治方面都是有一些交集的啊 而他们之间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呢 都会各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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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啊 这个我们具体的一些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大家下去之后去彩蛋里面去读啊 欧阳修 王爱石 苏氏和这个司马光 他们四个人今天爱恨情仇呢 大家下去之后自己在彩蛋里面去读 我们就不展开去跟大家说了 就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这些人物在当时 他们都在政治上有所交集啊 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王爱石变法 围绕着王爱石变法 才能有后来苏氏的这个 屋台事案一系列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后面等讲到这个苏氏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去说啊 那么在这张关系网里面 同学们 其实你看这个欧阳修 他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啊 所以我们在讲苏氏之前呢 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个欧阳修啊 欧阳修呢 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次提 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新唐书的时候 其实提到过他 新唐书是由他来主持修传的啊 那么欧阳修呢 他是北宋文坛的第一代文坛领袖 就是初期北宋初期的时候啊 开创第一代文丰的这个文坛领袖啊 好罪翁 晚好六一居士 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 嗜好文中 又称欧阳文中共 那么对于欧阳修家人们 大家要把握一个点 就是他的好闲 就是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 曾拱是他的学生吧 然后苏氏苏巡 苏哲父子三人也都是他的学生 所以那个欧阳修他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标签 就是他的好闲 他是提拔了很多人的啊 包括同学 包括王安石 包括司马光 包括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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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 他都是受到过 嗯 那个欧阳修的提拔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同学们 就是如果没有欧阳修的话 后来北宋证据的这些主宰者 也都也都不存在啊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都跟欧阳修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欧阳修上有个比较重要的标签 就是他的好闲 你像我们高考题同学们啊 这个应该是2017年的一个高考题啊 高考全国卷的一个题目 选的是欧阳修的诗 这首诗大家看一下 他在写什么 叫礼不贡愿 越近世就是 就是欧阳修是主考官 在考场上监考 里面所写的一个内容 看到这些啊 这些考生们在这作答 下笔春残实业生 对吧 在那里打卷子 哎 然后呢 他看到这个这个考场内部 这些广亭青小席群 就看来未来的这些人才们 所以高考考到过的欧阳修的作品 也是以他的好闲 能够赏识人才 推荐人才这个点 设计过他的这样的一篇诗桌 大家要了解欧阳修身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就是他在提拔人才方面 是有这样的识人之名的 那么他在识人这方面 应该说最成功的识道的一个人吧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苏氏了 苏氏呢 他是第二代文财盟主 第一代是欧阳修是吧 那么这个欧阳修对于苏氏的这个赏识呢 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直接的 苏氏当时去考试 然后呢 考完之后呢 不是给把这个卷子密封起来判卷吗 就是看不到他们的这个名字 当时欧阳修呢 作为这个副考官 主考官是梅妖臣 梅妖臣也是北宋的大文学家 但是他们两个判卷子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个苏氏的文章 但当时不知道是苏氏写的 然后呢 欧阳修一看写的这么好 他以为是自己的弟子 谁啊 曾拱啊 他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拱所写的 就想这么有才华 那应该是曾拱写的 然后就想着说呢 就稍微闭一下会 就没有给这篇文章第一名 因为他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拱所写 结果就给了一个第二 结果没想到 打开这个密封一看 这个人叫做苏氏 他才知道这个 其实这篇文章是出自苏东坡 那么这个苏氏呢 他在这个考试之后呢 就欧阳修意识到了 这有一个有时青年 然后有才的 有才华的青年之后呢 当时欧阳修就说 这个人未来 他会取代我 他会超越我 就是同学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赞誉 就是苏氏第一次考试 就被当时的这个文坛盟主呢 就是相当于清点 而且这个清点还是说 他未来会超越于我 所以苏氏他其实本身 他的这个开局 他的这个开端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相较于我们以前讲的李白 杜甫 刚刚讲的刘勇 刘勇考四次都没考中 咱们苏氏第一次去考试 就受到了欧阳修的一个清点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苏氏他在这儿 其实是比较顺利的 这么的一个一个一个试图 受到欧阳修的一个提 那么关于苏氏 他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们在这儿再迅速的跟大家强调一下 东哥居士 自紫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书法家 画家 中期的文坛领袖 就是苏氏身上的标签呢 太多了 在诗 词 散文 书 画等方面 都有很高的成就 和黄金坚 在这个文章 在诗的方面 并称为苏黄 词的方面 星期节 并称为苏心 散文方面 和欧阳修并称为欧苏 唐宋八大家之一 然后也是书法的宋四家之一 然后呢 也是文章的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反正就是方方面面嘛 咱们就是一个全面发展 处处开花啊 就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全才 同学们 就是成功的人 总是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 真是让人生气 那么苏氏呢 同学们 我们关于他的一些生平的经历呢 大家在学校呢 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再来梳理一下苏氏的一个 基本的生平的经历 我是苏氏 是个做啥事都豪泛不羁的文艺boy 无论是工作还是文学爱好 都是奔放style 就是那句话 这都不是事 1057年 我中近时候 便拿到北宋央企工作的机会 工作初期 企业内部正是新旧党派 互相撕逼的时候 其中 新派老大王安石 提出新政改革 我立马化身老派小胖胖 与老王开杠 经过被KO发配到 许州等地区上班 几予年后 我又被调到湖州上班 一天在写州报时 又没能忍住 杠上了两句 领导大怒 差点小命都没 幸好领导开恩 才保住了信领利 把我发配到了 黄州东坡 做基层工作 虽然说职场失役 但是文创生活 搞得那是红红火火 先给自己搞了 接地气的雅号 东坡军事 又写了不少 像赤壁妇 这样磅礴不拘的诗词 此外 所谓大宋认证的苏大厨 还抽了个哄 发明改良了 东坡肉等名菜 每天都过得元气满满的 1085年 大宋换了新领导 他决定废除新政 我又跳出来反对 因为在位多年的我 亲身感受到新政立于名 结果呢 倒不是我又悲剧了 1100年 大宋又换领导了 我也开始慢慢复职 第二年八月 我重病在长州遗世 我豪放不羁的一生 也算完结了 这个视频 他比较快速的 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就是他在这个 政治方面的过程 就是苏世人生 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 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今天重点来讲一下 这个转折点 同学们 就是这个屋台诗案 在屋台诗案之前 同学看我这张图往前 就是苏世的人生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顺利 我们刚其实也说了 首先呢 小的时候家教非常好 对吧 他的父亲本身也很有 这个文学上的造诣嘛 所以爱好也很广泛 家风也很良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顺利 然后考试 展露头角 受到欧阳修的这个钦点 明动精诚 就非常的顺利 真的是相较于 我们前面讲的 所有的人而言 都没有苏世这么顺利的 这时候真是梦幻开局 家人们 然后他进入到朝廷之后呢 赶上了就是这个王安石变法 当时王安石 他们这些变法派改革派呢 是在朝廷当中 占据主要的这个 这个地位的 那么苏世呢 他当时是反对这个变法 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看到30岁 34岁左右的时候 所以他就写文章来 谈这个新政的弊病 得罪了变法派 得罪了变法派之后呢 那你在京城 你在朝廷当中 你的政治 你的空间就很小了 所以他就自请出京 就哎 那我就避避你们的风吧 我就不在京城当官了 他就调任了密州 后来又去除州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京城 但是他后来呢 到了这个 这个42岁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个历史事件 才算是给了苏世人生 一个就是这个当头一棒 就是这个乌台事案 所以我们接下来 来说说这个乌台事案 究竟这个乌台事案 是一个什么事 这个乌台事案呢 是当时呢 苏世来到胡州当官 就是你好好的 你来这当官就当官 他呢就给这个皇上 就刚刚那视频里不叫写周报吗 或者就是说 他写一个谢恩的 一个表文 你来这当当这个当官 你这个皇上要写一个 谢恩的这个奏章 就是例行公使 但是呢 他当时在这个 胡州卸上表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话 大家来看啊 陛下知其余不适时 难以追陪心境 就大家感受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样 说陛下知道 就是我呀 怎么样 余不适时 就是说我比较的愚笨 难以怎么样 追陪心境 这个心境指什么 就是指心派 就是变法派嘛 比较激进的变法派 但是大家感受一下 这句话 他是真的在说 自己愚笨吗 难以跟这个变法派 就是配不上吗 他这里面 其实有非常明显的情绪 这个情绪就是 他明显在跟变法派 去划清界限 就是别来沾边 我是没有办法 跟这些变法派 咱们就是同流合污的 对吧 所以这个表文 当时一呈上去之后 御史台 就是给这个 这些这个管监察呢 这个御史台呢 就立刻意识到了 他这篇文章当中的阴阳怪气 所以呢 就率先告发 就是一封一封的奏章上去 之后呢 就是这个 来这个 弹劾这个 这个苏氏啊 然后皇上当时 也是大怒 就是这里面 大家要注意 这个时期 其实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已经不在皇 已经不在朝廷当中当宰相了 同学们 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王安石都已经被罢相了 就是王安石已经也不在朝廷了 但是同学们 王安石当时的变法的一系列的主张 已经是皇上在 在在在推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国策了 就为什么皇帝这么生气 同学们 不是王安石在害苏氏 也不是王安石在这里面挑唆 这时候跟王安石没有关系 他已经不在朝廷了 而是 这个时候是一个基本国策 你别管你对于这个国策 你本身是什么印象 但是既然已经推行了 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你还敢阴阳陛下 你就多少 咱们就是说 有一些撞枪口上 所以皇上当时大怒 直接就率这个监察部门 就去湖州 就把这个苏氏就给抓回来了 抓回来之后 直接就下狱 下狱 这个苏氏呢 就是遭到了这个严刑逼供 就是严刑拷打 这个拷问呢 还是比较的 这个这个这个凄惨的 惨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跟苏氏在狱中 一强之隔 有一个人呢 叫苏宋 苏宋是北宋的科学家 他呢 就在隔壁听到了 苏氏被严刑拷问的 这个这个这个毒打声啊 叫购乳通宵 不忍闻 就他都不忍心听的 所以苏氏在这过程中 也是比较惨的 那么这个事件 就被历史上称为乌台事案 因为御史台 也有乌台之称啊 所以这个事件 被称为乌台事案 就这个事 还是刚刚C的说 你说这个事 苏氏他冤不冤 也多少沾点冤枉 但也没有那么冤 因为他确实是 在这个话当中 表达了他对于 变法这件事情的不满 以及和变法派的这种 这个划清界限的 这个意味啊 就绝不和这个 变法派去合作啊 那么当时苏氏 应该是已经面临着 要被杀了 皇上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当时呢 有很多人都跳出来 为苏氏求情 包括已经被霸向的 王安石 王安石呢 也被 也跳出来 给这个皇上写奏 然后为苏氏去求情 然后还有很多 就是变法派里面 相对比较理智的一些人 也都站出来 为苏氏求情 甚至当时的太后 也都为苏氏去求情 所以最后呢 获育130天的苏氏呢 终于得到了一个 获氏的这个机会啊 然后被贬为了 黄州团链富士 也算是留下了一条命吧 同学们啊 在死亡边缘 讲过了一条命 那么至此呢 震惊北宋朝野的 乌台事案 就此告一段落 那么苏氏在 被贬到黄州之后呢 这其实就开始了 苏氏一贬再贬的 这个政治生涯啊 那么苏氏怎么看待 自己被贬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 字体金山画像 这首诗当中 找到答案啊 叫做 温如平生工业 黄州惠州淡州 苏氏却认为 自己这一辈子的 主要的政治上的功绩 都是在他被贬的 黄州 以及后来的 惠州淡州 这几个地方啊 他在这些地方呢 可以说是这个 有很大 很多的文学的创作 而且呢 他能够在这些地方 发展自己的生活 也积极的为 当地的这个百姓呢 然后来做一些事情啊 所以他其实还是能够 在被贬之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新的地方上 有所作为的 但是同学们 你说苏氏 这个事情 对他的心情 没有影响吧 咱们苏氏就是 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虽然我被贬 但是我依然是个 快乐包 也没到那个程度 就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前两句 叫做 心似 以灰之木 深细 深如不细之中 就苏氏 他其实还是在 这个事件上 他还是有非常大的 对于他情绪上的 一个政治上的打击 的同学们 但只不过是说 他不是完全沉溺于 这样的悲伤的 一个状态 而是能够 就是比较淡然的 豁达的去看待 这个事情 那么他在 背贬黄州之后 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品呢 他在风格上 就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变化了 比如说 他的临江仙 小舟从此是 江海之余生 就从此以后呢 我就是在这个江海上 在江湖上面 自由自在的 来度过我的余生了 就开始有一些 比较淡然 比较超脱的 这种心境的流露 还有像他的 古蒜子 简禁寒之不可期 寂寞沙洲了 我挑遍了寒之 我也不肯期期 甘愿在沙洲 忍受这种寂寞凄冷 这都是他在 被贬之后 在黄州这个时期 所做的一系列的作品 所以乌台诗案 就是苏氏生平的 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乌台诗案之前 苏氏在政治方面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的 而乌台诗案之后 他就开始接连被贬 像他的赤皮肤 也是写字 乌台诗案之后 那么47岁的时候呢 他东山再起 就是被皇上 重新拿回到朝廷当中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儿 这个时候 变法派 已经在朝廷当中倒台了 又开始怎么样呢 推行变法派 相反的恢复到了 以前变法以前的 一些政治措施 而苏氏呢 却又开始抨击旧党 旧党是什么 就是以前的这些保守派 那为什么苏氏在 这个时候又变了呀 怎么这么摇摆呀 其实这就是苏氏 他也相对比较理智的一面 因为苏氏呢 他在在外当官的 这几年里面 他真的看到了 变法派的一些手段 一些政策 是有利于百姓的同学 你能明白 他这时候又觉得说 变法有一些东西 是好的 就没有想到呢 朝廷在这时候 又调转了 风向又不变了 所以呢 苏氏他又 就站出来 又开始抨击旧党 那你很显然能不能 你说你在朝廷当中 能有你的利水之地 没有 所以他呢 继续在他的这个 政治空间上 又受到了这个打压 所以他后面呢 又待不下去了 那就外调 自行外调 我就去 去这个杭州吧 后来呢 就是接连被贬 被贬惠州 再贬淡州 淡州被贬贬州的时候 他一路被贬到哪了 就是海南岛 熊州 被贬到海南岛 同学们 这历史上 能被贬到这儿的 能被贬到这么远的 也很少有人 有如此之本领了吧 他就是再贬 把我们苏氏都要贬出 国界线了 一路贬到海南去 但是咱们苏氏 到了这些地方 咱们的心态是什么 咱们主打的 就是一个享受生活 就是开创一些美食 东坡肉 对吧 在这个海南当地 去这个创办学堂 来推行教育 来给当地的这个百姓们 来发展农业 甚至他自己也开始 做一些农活 开始享受自己的 这个小生活 这就是苏氏 他满年 他都是在被贬 甚至被贬得非常远的 一些地方 开始了自己人生的 这个新的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看到 苏氏的这个生命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乌台诗案 那么乌台诗案呢 也是苏氏的这个 诗文创作写作风格的 一个转折点 在乌台诗案之前 他呢 官运畅达 顺风顺水 然后大家在这个 政治声望上 在文学上 都是有他非常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他的作品呢 咱们也是比较的 挥洒自入 就是值得一满呗 信心满满呗 在他这个 这个乌台诗案之前 而且是积极的入室 对于未来 有非常积极的一些期许 但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呢 虽然也又被请回来做官 也有一些比较短暂的风光 同学们 但是呢 却没有了早期的豪情万教 更多的是激情山水 关注自然的风光 包括显示的农家生活 晚年在惠州淡州的时候呢 就更加的淡然和旷达了 充实在他的诗文里面 那么大家拿到 苏氏的诗歌同学们 可以首先尝试去判断的 就是他这首诗 是乌台诗案之前的作品 还是乌台诗案之后的作品 如果你可以在 时期上有这样的判断的话 你可以整体把握 他这个诗的一个风格和特点 我们接下来看两首 他的代表作 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 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的 首先我们来看 他的这首密州 在密州初列所作的同学们 老夫疗法少年狂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首诗 它是写自乌台诗案之前的 还是乌台诗案之后的 你感受一下 它是志得意满 然后对于未来充满想象的 还是说比较淡然的 比较这个这个旷达的 然后对于人生的 有一种看开了的这种心态 左千黄又秦汤 锦帽雕囚千计卷平纲 卫报青城随太守 亲涉虎看孙狼 酒汉凶胆尚开张 并微双又何妨 吃节云中何日浅逢堂 慧婉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涉天狼 很显然说 这里面你不要看到老夫 你觉得他是晚年的 他是一个自称 这时候他也他在乌台试案的时候 他已经是47岁左右了 那这里面他左千黄又秦汤 整体上都是表达 非常开阔的 自己这种很自得的 非常这个志得意满的 然后信心满满的 你看并微双又何妨 他怕吗 同学他担心吗 他觉得自己呢 是完全还有大好的一个未来的 对吧 所以这种事他明显是写在 乌台试案之前的同学 是这种豪情万壮的 能够担当起国家的这种重任的 豪情万壮的这样的一个气势 所以这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 感受到他的这个风格 那么我们来看 他在乌台试案之后 大家再来看一首词 你再来感受感受 什么叫做风格的变化 不要就大家就是 老夫就只能是晚年所做的 我没有这样去判断 大家来看这首 这首词同学们就有非常明显的 淡然的感觉 就是笑傲人生的那种轻松之感 对吧 看见下着雨了 自己穿着一个草鞋 就徒步行走 他也觉得比马要去快 对吧 就是一种非常旷达 超义的这种胸襟 然后呢 你看这个山头邪照雀枪 已经就雨过天行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氛围 所以这首词同学们 他就是写自乌台试案之后 他的整个心境的这种变化 淡然的洒脱的 在政治方面的这种不在乎 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情感上的 风格上的一个变化 这是他舞台试案之后 所做的同学们 好了 这两个手其实也都是他的这个 代表作啊 就是密州出力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定峰墨 都是他的代表之作 那么最后同学们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把苏氏讲完 正好下课啊 其实对于苏氏呢 就我个人认为 我们能够被称为 旷达的诗人 其实非常少的 我们之前讲李白 你说李白 能说他非常的旷达嘛 乐观嘛 他可以说他特别潇洒 对吧 他是一个像哲仙人一样 潇洒君 但是你要说旷达 什么叫做旷达 一个人整天嘻嘻哈哈 好像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觉得他不能叫做旷达 不能叫做乐天 而真正的乐天 应该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对吧 就是苏氏呢 绝对他在政治途中 他是受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的 但是并不影响苏氏 他去热爱生活 你像林语堂 就在写这个苏氏的过程当中 他就评价说 苏氏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百姓的朋友 一个文豪 一个大书法家 一个创新的画家 一个造酒实验家 一个工程师 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 一个瑜伽术的修行者 佛教徒 据如政治家 一个皇帝的秘书 九仙 一个苏氏上的坚持己见者 一个月夜的漫步者 一个诗人 一个声信诙谐 爱开玩笑的人 这些标签 都是苏氏身上的特点 我们也能够看到 苏氏他能够在这么多的领域 留下自己辉煌的足迹 这恰恰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一种表现 他在面对政治上的这种打击 受到了挫折之后 他并没有选择垂头丧气 或者说就是选择 咱们就是直接的去归椅 而是选择 在自己的人生处境的这种 当下呢 去享受生活 去热爱生活 去发展自己的文娱的一个事业 所以能够被称之乐观 旷达的 其实就是苏氏这样的 经历过苦难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那么最后 我们以苏氏的这个热爱生活 这个点呢 来作结 就我们给大家讲 这些文化史 一方面了解时代 了解作品 同时也可以作为 我们作文的一个 绝佳的一个素材 大家把它积累下去 在全才或者说全面发展的人物 以及乐观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方面 苏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素材 那么最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之前呢 北京呢 在故宫呢 办那个苏氏展 当时呢 我跟斐然呢 我们一起去这个 看了这个苏氏的这个展览 这个展 千古风流人物 就是里面关于苏氏的一些作品 然后这个画呢 右边的这幅画呢 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 展览的作品 就这幅画像里 他画的就是 晚年时期的这个苏氏 大家能够感觉到 这幅画 就是整体上 苏氏的这个形象 是比较 就是比较憨态可居的 这时候呢 你看他戴着一个这样的帽子 然后呢 撩起自己的这个衣服 然后呢 这个行走在这个田间地头 就整个在这一时期 苏氏 他的这个呈现出来这种状态 都是非常闲适和放松的 其实你从这个图当中 也能够略略的感受到 一些苏氏在晚年的时候 那种自得的 那种生活状态 然后在这个展览当中呢 还有一些苏氏的一些书画呀 诗词作品的一些展触啊 但是像他的这个诗 像他的这个书法 像他那些灵铁 但是当时呢 我还看到就是 这个展览当中 很多都是灵铁 就他不是真迹 那我当时还跟斐然 我们俩还讨论 就是为什么 怎么就是故宫展出嘛 怎么都不是真迹 那个真迹在哪 我当时还上网查了一下 就很多的这个真迹呢 有的是在 台北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海外了 就大家也都知道的原因 所以当时我们还感慨 就是希望这些国宝 能尽快回到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自己手里啊 就是以后这个文物的守护 可能也要仰仗各位的力量 当然去看有很多 都不是真迹 都只是一些灵铁 甚至有一些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图片啊 这是我们当时去看的 这个苏氏的展览 应该两年以前了 当时故宫去展出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看的啊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苏氏 大家后面有机会的 有类似的这种展览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现场去看看 感受一下苏氏的 这个这个一些作品啊 那么我们苏氏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大家要重点注意 它屋台线这个事件 对于苏氏作品风格的 一个影响啊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给大家这个休息十分钟 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再讲 这个是之前故宫 故宫展览的内容啊 当时就没有想到 去了之后呢 很多都不是园记 都是一些图片 我还因为这个 有一点点小小的事物 但是那个画我还挺喜欢 我当时就是 对那幅画的印象非常深 他跟我想象中的那种 大文豪不太一样 就觉得晚年的那个 那个苏氏流露出来的 那个状态还挺可爱的 就像是一个农夫 像是一个这个 这个看起来非常朴实 很朴素的这样的 一个人物的形象啊 好了同学们 来这个我们休息十分钟啊 这样来同学们 这个课间呢 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相关的视频 大家正好可以放过来看 我们也很久没有CCTV了 但是在CCTV之前 咱们还是照例完成一下 上一讲的表扬同学们 以后我们每节课 都会进行完课的表扬同学们 因为在CCTV这里 每个努力的行为 都值得被表扬 大家完成的看课 你们的笔记的这些打卡 包括你们十字卡片的 这种积累 都是值得被表扬的啊 表扬联会班班 班上完成我们第三讲 看课的这些同学们 我们不一一去点名 啊同学们 没有上榜的 大家要有紧迫感 要争取上榜啊 大家都在七头并进的 往前去学习 所以没有看课前面有些落下的 抓紧时间补回放同学们啊 然后表扬我们雅廷班上的 这些同学们 完成我们第三讲看课 第三讲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那个断句题 送史 上周的断句还是比较重要的 同学们啊 它也是一个考试当中的 一个必考题型 没有看的同学们 抓紧时间去补回放啊 表扬我们志鹏 班班班班上的这些同学们 完成我们的一个 那个那个探课的全部的内容 我们不一一去点名 同学们啊 没有看课的 警惕起来 要有这样的紧迫感 我们其他同学们都在非常认真 努力的完成我们的课程啊 还有表扬我们 圆圆班上的这些同学们 以后我们每一讲 都会有表扬 大家这个不同的班级的 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 这个比较啊 就这种攀比 我还是非常鼓励的同学们啊 大家看 哪个班上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 而表扬我们 真正班上第三讲的 完成这个看课的这些同学们啊 大家后续要继续的坚持 继续的努力 然后今天完成了看课 连续四讲之后的 也可以去找我们的班班 领取我们的那个玩课的 那个彩蛋 就是领取我们的最新的 那个双叶刊的同学们啊 然后前面啊 有些那种落下来的 大家抓紧时间 把我们的回放补一补同学们 好了 这是我们呃 这个上周看课的 一个表扬情况啊 那么这个课间呢 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呢 是关于我们苏氏 苏东坡的一个视频啊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讲了 这个苏氏 讲了苏氏生平的一些故事 然后呢 我们也是请到了 我们的老朋友 林日记久老师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在这个作品当中 写到的苏氏的一些 主要的经历 然后大家看 有没有哪些 是我们刚刚讲到过的 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 大家可以喝喝水 然后去趟洗手间 什么的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几分钟之后 然后我们再继续 我们课程的内容啊 所以几分钟同学们啊 大家这个活动活动 伸个懒腰 然后去趟洗手间 什么的都可以 都喝喝水 没有看课的同学们 大家把前面的魂放 抓紧时间 我也伸个 伸个懒腰 啊 我也伸个懒腰 仅有三年 十二月十九日 我将生在的眉山 特地给我取名为师 因为不可或觉得很干 我一弟弟 舍不转手 我却是必行 不分昼夜的复暗 有时的记忆 是听到的兄弟们 应酥在哪个湖畔 我的父亲 打起来完成 只是运气不好 率是不低 我的母亲 从小九角到我 做人一定要有人意 我时常在感慨 因为特别惊心 有着家庭的陪伴 那是我对真心的时光 只想经过多年之后 我再回看 加油远年 风机赶考 那是我首次出秀 风机带着我和弟弟 价格冬夏 能量他一丝十六 看到他的眼神 我知道他的心里 还是有些许不甘 我暗自下的卷试要成为 他的骄傲 帮他写下所留负担 加油二年 今天影视 让人不变感 他试试难测 结果坐视了第一名单 那个考官 是我一生争的满热 我去拜谢这位先生 特别感激 他对我的垂青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 我想我给了他 还不错的回应 我不嫁更难忘 孤下无子寒湖山 明月断长 天涯出飘散 总是尝尽了悲欢 也不曾一心阑珊 春未了 时就成了烟花 切割 北归后来去匆匆 听得无童也落伤 万事笑无空 片刻在冲中 不停转零的夜深 回首潇洒都随风 沉默心里 降与人生 无梦 当时的京城名声打造 这一切看着多么美好 这些斩拳脚 却不像突然传来 梦迹去世的恶口 面負交自身是心脑 勇猛的成绩 他却看不到也感激 秋秋先生把母亲的生平纪念 梦苗 加油四年 三马回庆 偶尔在梦中梦见母亲 他告诉我 他在天上 摆掉我们父子 为了登陆地的小心 我知道我不能成了与此 成就出发成烈好心情 为了父亲的理想 我定要 斩到头脚 向朝廷 秋秋功名 加油六年 成科考试 去了第三等百年第一 看见父亲久违在笑容 我扶手摸去脸上的泪滴 又到了志平三年 父亲已经十年五十八 他嘱托我许写他的文章 之后便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 我想也没有遗憾 就让他安心的走吧 恩师写下的牧之名 只是那天我喝了很多酒吧 看着弟弟 虽然父母的背文字 痛得忘了双眼 我还是安慰他 没关系 这路还不是终点 我不嫁更难忘 孤下如此毫护山 明月断肠 天涯出飘散 总是尝起了悲欢 也不曾一起阑珊 春为了十九场棉花 写歌 北归后来去匆匆 听流通夜落声 万事消空 片刻在村中 我听传令的夜深 挥手潇洒到随风 将往心里降与人生 好 同学们 然后还有一个视频呢 是这个 《金言涌流传》里面呢 谭校长谭永林呢 她演绎的苏式的⁽咚波 ⁽波那就是我们刚刚 也出现了一个这个这道题啊 当然让大家判断 丁风波这首词是写在 舞台实验之前 还是舞台实验之后 它是舞台实验之后呢 这个苏氏所写下的 然后能够反映 他心境的一个作品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看看谭校长的这个演绎 符不符合 就是你心目当中 对于丁风波这首作品 它的这个风格 还有这种情感的表达 风扎前景中 这身无法承受之情 得知我心 重要事情不愿意 就先看未经 是非丢给好人屏股 算少我 心中风波 万事兵 英雄皆寂寞 这身体不上有柔情 时光无息 留不住奔波的声音 愿不负成绩 但是爱恨似无疑 万来自尽 梦的唱歌 还未见 千万一 千万不负成功 亏利 不负成功 肉无疑 鱼 肉无疑 肉 鱼 肉 肉 鱼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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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咇喼 肉 肉 心酸虚拟坏坏 牙梦赋予牙梦醉 有声声也寂寞 正正今夜上又柔情 时光无息 流不入奔波的声音 言不复曾经 半生爱忍起不停 闻来意见 往你唱歌 还未见 铺亭春合大意识 何往任少者吹下 足掌祸鞋 平四万人吹下 一锁烟与任命伸 遥若春风吹炒 走声 尾拉 膝头斜照 向上握 抬手向内笑失拳 跪跪 也无风雨也无情 抬手向内笑失拳 跪去 也无风雨 同学们各位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 粤语唱这个诗词 它感觉别有一番风味 可能是因为粤语它本身有一些这个音调上 这个或者说这个发音上呢 它就可能比较接近于古音的一些表达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 就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啊 好的 这就是我们课间给大家这个休息 看观看的一些视频 那么我们给大家发个红包 我们继续上课了 这个是今天有一个传绿名谈到讲的 我们就先听说 应该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 是之前那个黄岐山 他也唱过这个苏诗的这个低风波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版 就是喜欢他中间粤语的 粤语的这一段诗词的这个演绎 好 来 同学们 我们今天继续上课了 来 同学们 上天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苏诗 刘勇 苏诗 一个是晚约派 一个是这个豪放派 也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两位代表的词人 一个晚约 一个豪放 那么同学们 这是我们讲的北宋 对吧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北宋这里面尤其像苏氏 还有苏氏他们这一批文人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政治事件 就是晚约时变法 围绕着晚约时变法 有很多人的政治仕途呢 都是这个 这个就是受到了这个东西的影响 那么接着往后腿 等到我们讲南宋的时候 南宋的大部分的诗词 都围绕什么 围绕着家国情怀 围绕着当时山河破碎 国土沦丧的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时代特点来展开的 包括李清照 星期集 还有我们下次要讲的路由 他们大量的诗作当中 都在反映那一时期的一个国家的主要的矛盾 就是对外的这种这个战争 然后以及在国家国土沦丧的这种情况下 大家这些爱国的情怀的一个书翻啊 所以我们后面春季第六奖 讲南宋诗词的时候 将会讲到婉约派的李清照 河方派的星期集路由 以及他们在南宋这个时代背景下 又在记得文学作品当中 有哪些的表现呢 那是我们后面春季第六奖 要给大家带来的了 那么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苏世 我们也说了同学们 其实苏世的这个作品呢 尤其屋台事案之后 它的心境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你像这首这个写在黄州的这个蒲蒜子里面 它就是在背贬黄州团联副使的时候所做的 大家再来看 现在再来看一下 它就是最后一句同学们 简禁寒之不肯欺 寂莫沙洲了 这一句它在写什么呀 它在写的是那个孤红 就是大雁 这个鸟 这个鸟怎么样呢 简禁寒之 挑选了半天吃头 不愿意欺西 然后只愿意凝合着这种寂寞的状态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 沙洲当中去忍受寂寞和欺冷 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提问到大家说 有人认为简禁寒之不肯欺的这个简字 写得非常好 啊 禁取写之妙 你怎么看 让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简字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题 我们怎么去分析呢 所以接下来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节课要讲到的两个原赏息题 就是我们的练字体和练句题啊 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的练字体同学们 那么在诗歌这儿同学们考赏息 这是非常常见的啊 因为它作为这样的一种 非常具有文学功底的这个文学体材啊 它本身值得赏息的地方就很多 那么在语言赏息这儿主要有三大题型 一个是练字体 一个是练句体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语言风格体同学们啊 语言风格体 它是基于整首诗 让你去分析它的一个风格 相对要难一点 这个我们到高二再去讲 啊 我们到高二再去讲 我们今天重点来看的是前两个 就是这个练字和练句 我们今天都要讲完 这两个题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首先家人们 我们先来看练字体 跟着CC的思路走啊 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题型 这个练字体应该怎么去做呢 同学们 我们常规还是按照我们的三步来啊 第一步识别 第二步大招 第三步模板大题啊 那么大家先来总结一下 在练字这里 常见的问题的问法里 有哪些关键词 有哪些识别词 同学们 我们如何判断 这是一道练字体呢 大家来看2017年山东院的这个问题 他说这一句当中的 抖和船两个字 生动传神 所写的井物特征鲜明 请简要分析 2016年天津院这个题 他说这一句中的旺字一做空 就是也有人把它写作是空 你认为这两个字 用哪个更好请说明理由 还有请对上片中的诗和谜 两个字做简要的赏息 还有请对第三联中的过和随 两个字做简要的赏息 就大家会发现啊 这种链字体 它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当中 它会直接指向于什么呢 给定大家一个字 或者两个字 是吧 然后呢 问大家 这个好在哪 让大家去分析它 让大家去赏息它 或者呢 像2016年天津院这个题 它相对于 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说 这个字也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表述 那你哪个更好 但是你哪个更好 是不是也是在答 就是忘好在哪 或者空好在哪 本质上它依然是一个链字体 对不对 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链字体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主要的识别词 就是分析赏息某个字 或者问大家哪个字更好 这就叫做链字体 那么究竟 这个字让大家分析 让大家去赏息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 进行赏息呢 同学们 如何去作答呢 来各位 我们来看今天的解析大招 来同学们 注意往这看了 我们的链字舞拒绝 拿到一个字 如何去分析赏息呢 字 句 手 笑 清 我们先来解释 大家先听啊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 同学们 你应该解释这个字的意思 就这个字本身 它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 在围绕整句话 来给出它大概的诗句大意 放在整个句子当中 这一句 它的意思是什么 对吧 那么相当于字跟句 这里都是在解释 它的一个含义 同学们 有的时候 这个字意比较简单 你可以不解释 你直接放在句意这个维度来解释 也是可以的 但不管你是先解释字 还是直接放在句子里面当中去解释 首先是要给出这个赏息字的 基本的含义的 然后第二个 同学们 要点手法 这个手法多为修辞手法 比喻 你人 夸张 多为修辞手法 但可以没有手法 如果有手法 紧接着一定是要达手法的效果的 没有问题吧 你比喻 收弄形象 是吧 你如果是夸张 突出强调 肯定要达手法效果 同学们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没有手法 达什么 达什么效果 达词性效果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讲 同学们 就是有手法 达手法 达手法的效果 没有手法的话 这个词 他就没有用到比喻啊 拟人啊 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是单纯的一个形容词 那么你要达他的词性的效果 这叫分析效果 最后一步 表达情感 整句话 这一句 表达了诗人 什么样的一个情感 落在情感上 所有的诗歌题 最后都得落在情感上 对吧 字 句 手 效 情 先解释含义 再给出手法 然后点效果 最后点情感 来同学们 把这几个关键词 打在评论区 加深一下印象 字 句 手 效 情 来 五个维度啊 它其实也是我们 作答的一个思路 同学 我们作答的时候 也是按照 字 句 手 效 情 这五个依次的 这个这个角度 来完成我们最后的 一个组织语言的同学们 有手法 点手法 没有手法 手法可以不答 我们直接去点 词性的效果 这个词性的效果 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讲到 大家要先知道 最后一个 还是要落在情感上 所有的诗歌题 都离不开情感 同学们 这是肯定的 像这个练字体 它也一样 最后还是要落在情感上 字句手效情 非常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 作答的时候 也是按照字句手效情 来作答就可以了 同学们 我们来给大家一个 答题模板 参考 同学们 不是说一定要按这个 模板来答 参考 你看 首先给出它的意思 字 句 运用了什么手法 答手法 没有手法可以不答 对吧 具体形象生动的 刻画了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烘托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见 效果 最后表达的情感 字句手效情 你按照这个思路来答 就可以了 同学 字句手 效 情 手法这儿 通常是修辞手法 没有修辞手法 就直接点这个字 它的一个磁性的效果 就可以了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道题 玉楼春 宋奇 大家直接看问题 红杏枝头春一闹 就这句 王国伟认为 这个闹字用的特别好 请从练字的角度赏戏 同学们 赏一下这个闹字 红杏枝头春一闹 红杏 花 对吧 枝头春天 喧闹 这个闹 本身是什么意思 先解释 本身是什么意思 喧闹 热闹的意思 对吧 但是在这个句子当中 指的是什么 同学们 这个句当中指的是什么 什么喧闹 家人们 什么喧闹 就是这个花开了 这个这个这个 红杏开了 对吧 花朵开放 然后呢 有很多小鸟 对不对 比如说蝴蝶啊 蜜蜂啊 这个鸟儿啊 对吧 喧闹 这是个句子当中指的吧 花开的茂盛 然后这个鸟儿 飞鸣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 有没有手法 同学们 家人们 大家这里要考虑 考虑 有没有手法 这里面同学们啊 这个 拟人 对吧 因为闹 它是一个 是个动词 但在这道题里面 同学们 有两种理解 一种呢 就是大家理解成拟人 拟人怎么理解 就是说是指的这个花 花开的 互相争闹的 这种状态 对吧 这花咕噜 红杏开 争闹 这很想是一个拟人的形态 花是不可能 把闹争闹的 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理解成就这里面是这个纸 这个蝴蝶呀 然后花朵啊 然后这种喧闹的状态 这就属于一个自然的情境的流露 它就没有你人的一个效果了 这两种理解都可以啊 因为在这个诗句当中 它本身有一些省略的情况下 这两种都可以 但我觉得理解成拟人 应该就是更好理解一点 因为就是很想让 红杏这个花 它本身是不具有 这种这个 闹的这个状态的 或者闹的这个动作的啊 所以理解成拟人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效果呢 你不管是把它理解成拟人 还是本身就是这些鸟儿啊 这种喧闹的状态 那它最后是不是都是 生动形象的来写什么呀 它写春天的来写什么呀 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啊 就是比较生动 比较这个活泼 对吧 比较的这个生机盎然 然后这个生机勃勃的 这种春天的这种景色 是春天这种景象 你说表达世人什么样的情感 大家一般这种写 某一个时期的美景的 一般都是表达什么情感 对于春天美景的赞美啊 对于这种喜爱啊 对吧 就可以了 这是最后的一个情感 对吧 表达对春人的险 没有问题 这都是基本操作 大家必要是写春天 就要表达对春天的喜爱赞美 我们来看一下参考答案 同学们 给大家看看这个参考答案 有多么的不好 参考答案运用拟人的手法 将无生命的信花 化为有生命 有感情的事物 写出了红信 尽相开放 睁言斗艳的景象和情趣 赞美了 盎然的春意 蓬勃的生机 就这参考答案啊 真的是写的怎么说呢 他这个点都写到了 但是他呢 不够清楚 各位们注意啊 参考答案真的就是 仅逅参考了 大家呢 不要这个 这个 过分的追求 你要跟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没什么可追求的 这是给月娟老师来看的 参考参考吧 我们按照咱们的思路来达啊 就是闹是热闹喧闹的意思 先解释字 然后解释句 信花 开放 整个春天 热闹非常 对吧 然后运用了 拟人的修辞点手法 最后点效果 生动形象的 刻画了这种春意盎然 爱的景象 表达了对于春天的赞美 对春天的热 你看咱们这答案多好 同学们 逻辑非常的清楚 哎 这个条理非常的清晰 这个基本的采分点 咱们都会有 咱们只会比参考答案 答得更好 所有东西呢 不要去追求 你想自己刷题 然后呢 咱们自己通过答案 你就能够在这方面有动 这是很难的 因为大部分语文的 市面的这些答案都不好 连我们老师都觉得 经常有一些答案 让人摸不着头脑 或者让人觉得不够清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拘泥于 说我就要写的跟参考答案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应该 就是通过正确的学习方式 来捋清每一个题题下面 正确的解答思路 所以特别不要管着参考答案 请供参考 我们按照咱们的字句首效情来答 只会比答案写得更好 同学们 就有采分点 我们采分点清清楚楚 作答的思路清清楚楚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字当中 同学们 我们回到这一句道题上 红性之中吹闹 很简单 这里面让我们赏的是这个闹字 这个闹字 它从词性上而言 这是一个什么词 就是一般而言 同学们 这个句子当中 为什么让大家赏西闹字 怎么不赏西红杏 不赏心枝头 不赏心春意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闹字 具有特别的一个效果 同学们 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动词吧 对吧同学们 红杏枝头春意闹 对吧 这个动词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 诗句当中写的特别好的字 通常是哪些字 一般而言 最主要大家首先要 要能够意识到的一个字 就是动词 动词 它是最具有这个 这个这个写作效果的 同学们 那么我们在诗歌当中 让我们去赏的一些动词 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比如说大家来看杜甫的春梦 赶石花 剑类 恨别 鸟 金星 这里面的剑跟金 都是为了表现作者 诗人当时 感识恨别时候的 这种内心的痛苦的 对吧 花朵上 见着我的这个 飞见着我的这个泪水 然后鸟儿是怎么样 鸟儿是这种惊恐的 哎 所以这两个动词 它更能表现作者 在当时的一个 内心的情感 那么动词 往往是具有这样的 表达效果 所以我们首先 如果让大家 自己去找字 去练 去赏的话 那么动词 是我们首先应该去考虑的 因为它通常而言 会具有这样的 表达效果 除了动词呢 有的时候这句话 也没有动词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一看 看这句话 一片孤城万人山 孤 是动词吗 不是动词了 那这个词叫什么呢 什么样的城 孤城 表达环境的孤苦 黄河远上白云前 一片孤城万人山 对吧 这词叫什么 非常好 形容词呗 对不对 有那种特别传神的 生动的 然后语意表达 极尽这个情感的这种 形容词 也是我们在想起的时候 大家应该去关注的 对吧 像这个孤子 非常好 同学 这是形容词 对吧 动词 形容词 首先要考虑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 大家再来看一个 看这个 呼 就呼着什么词 它写什么呀 归院 写一个女子 自己丈夫不在家 想丈夫了 他就写道 呼见 墨头羊柳色 毁叫夫婿 蜜蜂红 什么意思 我忽然 见到外面的 柳条 羊柳 就是这种 柳书嘛 送别的时候 经常会写柳书 这个意思 对吧 折柳送别 然后我后悔什么 哎呀 我后悔让我的丈夫 出外去求去公民 他现在也不在 这个呼是什么 同学们 非常好 就呼是父词吧 状语吧 没有问题 就是父词嘛 我们从词性上来说嘛 但是家人们 为什么我们说在这儿 这个呼字用的特别好 就呼是什么意思 忽然 哎 非常好 同学们 就是我呀 不经意之间 看到外面的景色 然后那个情感 刷的一下 就涌上心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父词 它这种漫不经心的 这种感觉 把这种情绪上的 突然的变化 就写的淋漓尽致 所以这就属于 这个父词 带来的一个 一个效果 同学们 大家感受 你看这句话中 如果真让大家赏 你说这个动词 剑 这有什么赏的吗 这没什么赏 它虽然有动词 但大家得理会 这里面的这个动词 它显得就是 平平无奇的一个剑 就是看见 而这个忽然看见 才把这种突然吸来的 这种情感 写的淋漓尽致 所以就是这种 副词上面 有一些也有一些特殊的 这个艺术效果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对吧 这是这三个同学们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来 大家再来看一个 这是什么词 一丝流 一寸柔情 把这种非常抽象的情感 具象化 具象到一丝上面 那么这个一寸 意思叫什么 非常好 数词吧 量词吧 很好 就这个东西 数量词 那么数量词 同学们 它就是一种 非常贴切的一种 一种这个 其实带有暗喻了 让你的这种 抽象的情感 更加的形象 更加的感人 又感觉把这个情感 它凝练化了 具体化了 数词 很好 同学们 数词或者量词 都是一个东西 而你要关注到它 而且比较特殊 还有 这个叫什么 默默 音音 叫什么 在诗句当中 运用默默水田 飞白露 音音下目 转黄的一同学 这个东西叫什么 两个字 蝶词吧 爱很好 蝶词有什么效果啊 蝶词可以带来 非常可爱的效果 我们生活当中 运用一些蝶词 吃饭饭 睡觉觉 恶心心 是吧 这蝶词有什么效果 首先就是它在音律上 它就是有节奏感嘛 它可以增强我们诗歌 这种音韵美 因为诗歌诗词 它是很多都是要有这样节奏的 这种要求 韵律的这种要求 所以它有这种音韵美啊 节奏感啊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叠词 如果它出现不止一个叠词的话 往往叠词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看 别叨叨 没有问题啊 C子 对 叠词是吧 就是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是吧 最后还有一个同学们 这是什么词啊 红圣火 绿如蓝 红啊 绿啊 蓝啊 其实它本身的东西 它是形容词是吧 但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就说 它其实是形容词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个 就是爱表颜色的同学们 对不对 爱表颜色的 非常好的同学们 那么 为什么把颜色单独拿出来 去说宝贝 是因为 就大家考虑 就是诗歌嘛 它是要写这个 这个景的 那么景物当中 如果有色彩词的话 它是可以就是 更突出这个画面的 而且一般 你看这首诗里面的红啊 绿啊 蓝啊 都是这种很饱满的这种颜色 就这种对比的 色彩的对比 很鲜明 然后有这样的 感情色彩的浓度 所以如果有一些色彩词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啊 它其实也是形容词 但它比较特殊 因为它可以增强 我们的画面感 增强我们的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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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色彩感 同学们啊 让你更有这种 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 所以以上的 总结一下 同学们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额外的特殊的 数量词 叠词 色彩词 这个叠词里 也包含了 你生词啊 那么这些字 都是我们拿到一个诗句当中 如果没有给出 练字的角度的话 大家应该去重点关注的角度啊 那么他们对应的效果 数语 我也给大家补充到后面了啊 那么动词的效果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活用的 同学 但你别管 它本身是什么词 活用成动词 它反正在这儿 它是动词 对吧 反正在这儿 它是动词 那么它的效果就是 画进为动呗 本身是一个静态的画面 一个景物 但在这儿 具有了动态的 这种效果 赋予画面动态感 使意境更加的鲜明 对吧 然后形容词的话 那就是 可以生动形象的 营造一种意境啊 渲染一种氛围啊 副词的话 往往是强化情感 大家记得那个呼 对吧 呼见怎么怎么样 强化情感 数量词 传神经验的 更具表现力的 表达某一个情感 对吧 那么谍词 你们刚刚也说了 对吧 CC可可爱 强行卖萌啊 增强音律感 然后增强这个感情效果 如果是你生词的话 这个谍词里面 是你生的话 那么它还可以 模拟声音 让人有生灵其境的感觉 最后色彩词 增强色彩啊 画面感 渲染一个氛围 来表现一个心情 这就是常见的 链字的一些角度 以及它对应的 这个效果 同学们啊 大家可以把它积累一下 我们作答的时候 都是可以用到的 就是不同的字 对应的一个 词性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 来 我们 做一组快速训练 同学们 六道题 大家来找一找 每一句里面 你应该练哪个字 或者哪两个字 哪几个字啊 我们看谁找的快 好吧 第一句啊 云光清旅境 山翠 福人一 同学们 这一句 如果我让大家赏 我让大家练的话 哪个字用的比较好 非常好 这里面首先有个动词 叫做清 对吧 什么叫清啊 就是这种清蚀 就是那种光芒 清蚀着这个足迹的这种过程 后面这个福不好吗 家人们 福也很好 什么叫山翠 就是说那个山色的那个清脆 轻浮着人的这个衣裳 所以他也是一个女人嘛 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感觉 对吧 所以这里面两个动词用的非常好 福跟情 很好 第二句 全声 燕微时 日色 冷 轻松 第二句中哪个字用的比较好 燕跟冷 很好 首先这个燕 它也是一个动词 就是那个吞燕 那个泉水 吞燕 对吧 另外那个冷 大家感觉到这个形容词用多好啊 这个说那个日色是冷的 就生梦形象的表现出了这个山色的这种幽济和乌济 同学们 而且冷也用的很好 燕跟冷 第三句 锦色无端 五十弦 一弦一柱 丝华年 李商颖的锦色 就是他这种非常隐晦啊 然后非常这个这个朦胧的这种美感啊 李商颖的诗 这边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五十 一弦一柱 数量词 就这个数量词 开篇 他开篇不就这两句吗 就更给他的诗增添了一种朦胧 感觉是有这个言下的深意的啊 第四句 同学们 第四个 第四个诗呢 就非常明显 它已经成为整首诗的一个 一个共有的特点了啊 这里面 每一句里面都包含了碟词 对吧 摇摇 落落 啾啾 还是个女生词 说那个鸟名声 记记 对吧 嘻嘻纷纷啊 就是碟词 使得整个画面 然后更加的生动 然后具有这样的音韵美啊 然后碟词 然后第五句 此情无忌可消除 财下眉头 雀上心头 家人们 这里面 是下跟上吗 大家仔细想想 这下跟上 为什么值得赏 是因为它是动词 它不就是说下了 眉梢 上了这个心头 为什么想 赏这个下跟上啊 同学们 这里面同学们 实际上应该赏的是这个 大家仔细感受 是这个财跟雀 非常好 为什么是财跟雀 什么叫财跟雀 宝贝 大家看啊 财下了眉头 刚刚下了眉梢 立刻又上了心头 它来表现的就是那个情感的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悲伤的那个程度 对吧 它那个贫乏 它那个席卷的程度 刚刚下了眉梢 哎 立刻又上了心头 所以大家或者去赏这个财下和雀上 我觉得也可以 但你只赏 上跟下 上跟下眉 它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用词 对吧 但在这里财跟雀 这其实是一个负词 家人们啊 这其实是一个负词 这个两个字用的非常好 这是李清照的意见美 这其实是一个负词 刚刚下了眉头 哎 六立刻就上了这个情感 这个情感是挥散不去的 酬情是挥散不去的 最后一句 一寸二寸之鱼 三肝两肝之主 很简单 数量词 这个数量词 它的效果是什么 它是在写这个 当地的这个景象 就这个鱼呢 是稀稀落落的 很少对吧 鱼很小 一寸两寸 然后这个竹子呢 三肝两肝 就是很少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情境啊 所以它运用这个数量词 就是生动的 传神的来写出了这个 哎 鱼小 竹少的 这个情状 那么大家来看 这这些字里面啊 有我们的动词 也有拟生词 也有数量词 也有叠词 也有这个形容词 这些都是大家赏字 练字的一个关键 后面我们等一下 要讲到练具体的时候 也要用到这些字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的 常见的一些练字的角度 当然了 同学们 更多的时候 在题目当中 会有一些字 它已经给大家点出来了 同学们 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几个题啊 首先第一个 大家来看这个 简晋含之不肯气 这是我们刚刚 让大家去赏练的一句话 简晋含之不肯气 让大家赏这个简字 给出大家这个字 这个简字 同学们 什么意思 先解释字意 简字是什么意思 挑选 简选的意思 那么这一句当中 简晋含之不肯气 指的是什么 同学们 表面上指的是说 那个鸟 简晋含之 那个鸟 挑选着枝头 不愿意欺欺 对吧 但在这儿 家人们 实际上是谁挑选 苏氏写的这个是 表面上写的是 这个孤虹 在这儿挑选着这个枝头 实际上是谁挑选 是诗人在挑选 诗人 非老诗人 这个时候是很孤苦 他没有枝头 让他去停歇 对吧 但是同学们 除了这个孤苦的状态以外 他还有什么 诗人还表达什么 我不愿轻易的停歇 我要去找一个 适合的枝头去停歇 所以他还表达的是 诗人这种 不愿意和世俗同流 不愿意苟合 遭遇了冷落 但我也不愿意迎合对方的 这种很倔强 很高级的 这种人生的选择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性格吧 所以这里面表面上写的是这个鸟 实际上表达的是诗人的情感 什么样的情感 孤独的状态 现在被冷落的状态 被扁了吗 对吧 舞台实验之后 而且还不愿意低头 很倔强 我不愿意轻易的迎合别人 我们来看这道题 首先点出来这里面的简 是挑选的意思 在词中指的是这个鸟 来挑选含之 你在这说这里面有女人的手法 也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这里面更多的 他其实不是在写这个鸟 他其实写的是自己挑选 他是暗指 你要在效果和情感这 落在暗指人自己的遭遇 生不逢时 遭遇冷落 内心很孤苦 但是又不愿意 爱迎合世俗的 这种倔强的性格 或者说高洁的这种 人生的选择 本身处境这个时候非常不好 但是苏使不愿意亲密的地方 这个字用的可以说是非常的 严谨一概 让人耳目一心 没有问题宝贝 这可以作为一个效果的术语 搭进去 这个字的用法 我们说确实是能够生动形象的表现 当时苏使内心的一个心境 先解释字的意思 然后解释句子的意思 同学们 然后分析它的一个效果和情感就可以了 来再来看一个题 来看这个网 小雨思思欲网春 来同学们分析这个网 写春天 首先这个网解释一下 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网注 搜罗注 对吧 网注网罗的一个意思 动词 对吧 但在这儿 同学们 整个句子当中用的是什么意思 是小雨 思思的小雨 想要把春天 给它网注 是不是 把春天网注这儿 有没有手法 家人们 小雨思思像一张网 它要把春天网注 同学们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网 有没有什么效果 非常有拟人吧 它这雨怎么能够网春呢 除了拟人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同学们 它其实也有比喻 它是先把 哎 非常好 它是先把这个雨 形成了这个网 笔足了一个网 然后呢 这个网又怎么 它是想要留住春天 这个网在这儿 它是留住春天 所以它这儿 其实又有比喻 也有一个要留住春的 一个女人同学们 这是一个手法 对吧 那么什么效果呢 哎 生动形象 哎 什么用语新奇 对吧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想要留住春天 这是一种什么情感 大家来结合 后几句再看看 你看他说这个 落花 狼藉 近黄昏 车臣不到张罗地 指的是现在 门可罗雀 冷落的这种地方 这个人当时是被免职了 所以他是表达那种 对春天的赞美吗 还是表达 嗯 就是西春 伤春之情 这种比较苦闷 伤感的情感 同学们 对上他应该是 哎 比较苦闷的 西春难以排解的情感 你结合后面的一些 用词代言呢 他不是说赞美春 刚刚那个是赞美春 这个不是赞美春天 非常好 应该是伤感啊 苦闷啊 想要留住春天 但是春天能留住吗 同学们 春天是留不住的 对吧 难以排解的这种 无奈苦闷 非常好 同学们 我们先来看参考答案 一笑了之 好吧 参考答案一笑了之 小雨 想到了春 又如春 想到了 暮春 把春天网住 留住春天 想象比喻 生动 心体不好 咱不管它 来咱按照咱们的来答 字句首教请 网是网罗 网住的意思 小雨 思思欲网春的意思 指的是 如斯一般 想要将春天网住 字的意思 句的意思 运用了比喻 你人的修辞 把思思小雨 比作网 又要把春天留住 留住春天 运用了你人的手法 心奇生动 然后表达了诗人 西春伤识 想要留住春天的 无奈苦闷的心情 就可以了 同学们 我们的答案 比赛个答案要更好 这里面的网字 动词 比喻 你人那个手法 西春 留住春天的 无奈 感识的情感 来 再来看一个 我们看王安石的 任晨寒石 同学们 我们直接来看题 赏西 雪和猪 家人们 我先不让大家读诗 大家就看题 告诉我 你说这个题 雪跟猪 是赏什么 为什么让我们赏 这两个字 雪跟猪 雪不就是一个名词吗 有啥可赏的 家人们 雪不就是一个名词吗 有什么可赏 但是他在这儿 跟猪放在一起 非常好 家人们 这叫啥呀 这叫颜色 雪 这啥 雪是白色的 所以在这儿 你不能说雪就是雪 他在这儿绝对不是雪 他跟猪放在一起 绝对是要指颜色的 来我们现在来看诗啊 看我们想的一不一样 他是一个眼闪 非常好 同学们 看这一句 金发雪争出 静岩珠藻雕 他说那个我们头金包的头发 头发雪争相涌出 哪来的雪 家人们 这个雪是哪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雪 在这儿这个雪指什么 他是指白发 对不对 指我的白头发 现在争相涌出 我已经老了 我的白发很多了 非常好 家人们 在这儿是雪来指白发 它是一种暗喻 用雪来育白发的 你在这儿只要点出来 雪指的是白发 就可以了 同学们啊 然后下一句说 静岩珠藻雕 说我镜子里面的容颜 珠是什么呀 什么颜色是珠 红色对吧 红色早早凋谢 这个珠 同学们不仅仅是在指 它不是说咱的脸是红色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 美好的容颜 年轻时候的容颜 对吧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珠 指的是美好的容颜 但是呢 虽然一个是白发 一个是年轻的容颜 但是呢 它在这儿 雪跟珠也依然是形成了 颜色上的一个对比 同学们 颜色上的一个对比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红色 具有这样的色彩上的一个冲突 那么最后表达什么样的效果呢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同学们 这首诗 大家来看啊 人尘寒时 清明前一天 寒时节 也是古代的一个节日 过节的时候 我们的诗人 王安石 克斯 不在家乡 流着眼泪 看着白发 最后一句又说 未知轩勉乐 但遇老于乔 宣勉就是做官 说呀 我呀 不知道做官还有什么快乐 想要 余乔 就是想要有些不如归隐算了 所以这首诗 同学们 它的情感有什么呢 第一个 时光已经流逝 我也已经衰老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 大过节的 我又不在家 这叫什么 客居在外的 思乡 或者当下的这种 克斯之情 对吧 第三个 还有什么情感 未知轩勉乐 做官做的快乐 虽然是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天天被别 王安石做的快乐 王安石不快乐 家人们 所以最后一点 还有一个 就是这种 为官不快 甚至寓意归隐 但他其实不真想归隐 他更多的是表达 这个官做的憋怯 官做的不开心 同学们 为官不快的一个 悲伤的情绪 三个情感 克斯思乡 年华老去 自己容颜已老 的感慨 第三个 为官不快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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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郁闷之情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解释雪跟猪 雪白色 这里指白发 猪指青春的脸庞 年轻时候的面庞 对吧 作者 诗句 句子 将自己的白发 争相涌出 容颜衰老 写了这句 对吧 而且呢 这个猪颜和白发 形成了强烈的色彩的 这种效果 色彩的对比 而什么样的 这种 这个情感呢 声动景象的 突出了作者 年华异世的感慨之情 还表达了 克斯之仇 为官不开的情感 三个情感 年华异世 容颜已老 克斯之仇 寄居他乡 以及 为官不快 甚至 抑郁归隐的 愤懵的情绪 三个情感 就是这首诗里面 结合全诗来看到 大过节的 一个人在外 年纪也已经大了 白发也已经很多了 现在呢 做官又做的 不是很快乐 这就是王岩石 在这首诗里面 通过这两个字 来表达到 诗歌的 情感同学们 好了 这是这首诗 同学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的雪跟猪 雪跟猪 它其实在这 它是有 情感词的对比的 同时 雪在这 暗指了白发 好 行了 别讨论那些了 家人们 应不应试的 咱们 你不都得考吗 你不高考的话 咱就可以不学这个 没有办法 咱不去讨论这个 来 家人们 我们看一到 咱们监端班的 专属题 听到题是 2016年 全国三卷的 高考真题 这个题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的问法 叫做 诗的景言 就这一句 又做 避若 上弦 功力软 掩昏 有时 这云高 你认为哪一种 比较好 为什么 原诗 同学们 叫做 避剑 现在 让你问你是 避若好 还是避剑好 然后呢 后面叫做 原诗叫做 掩明 掩明 有时 这云高 而现在问题当中 又把它改成了 掩昏 他问你哪一种 更好 这个题 本质上 同学们 它就是一个 链字体 对吧 你如果选 原诗的好 那你去分析什么 分析的就是 见跟明 见跟明 好在哪 是吧 如果你认为 这个问题当中的好 那你就去分析 弱跟昏的效果 其实你选 哪个来分析 都可以 同学们 选哪个来分析 都可以 关键在于 大家要能够 意识到 这其实本质上 依然是一个 炼字体 同学们 依然是一个 炼字体 它是一个 辨识的一个问法 这道题 曹汉呢 他是写自己的 这种 你看他是一个 宋代的名将 他是一个将军 然后呢 这首诗 他写的 也是写的非常好 他呢 表达自己的 这个 这种 就是 壮志 你看 曾因国难 披荆甲 不为 家贫 卖宝刀 说我现在 必见 上弦 功力软 我依然 嫌现在的 这个拉弓的 这个力量 不够 对吧 我其实力量 已经很大 我现在掩明 游石阵云魂 阵云就是 战争当中的 这个战争 我依然呢 能够识别 这个战争的 这个 这个 云气 战阵的 这个 这个情况 那虽然我现在 已经上了一定的年纪 所以这个 剑跟明 都能够表现出 作者什么呀 就现在呢 我虽然 身体呢 就已经 有一点年纪了 但我的身体还很好 我还能怎么样 上阵杀敌 冲锋陷阵 随时可以报效祖国 对吧 但如果大家来 按照这个问题当中的 弱跟昏 弱跟昏来打的话 他就表达就是 我现在虽然已经 闭弱 我虽然已经 眼昏 但我仍然能够 上阵杀敌 我依然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一息上存吧 就能够为国去 上阵杀敌 报效祖国的一个 一个这种 刚义啊 然后这种 这个不服老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所以这两个字 大家选任一个来打 都可以 但是最终 实际上就是落在 这个剑跟明 以及若跟昏的 效果上的 两种都可以 同学们 结合诗句 结合诗句来打 表达的情感 其实都是这种 上阵杀敌的 这种远大的志向 或者说这种 刚义的精神 这其实是一个 辨识的链字体 而且没有哪个 更好 这两个打法 都可以 选见跟明 或者选若跟昏 都是可以的 本质上 就是一个链字体 大家要注意 这种问法 你选任意一个角度 去分析这个字的 一个意思 以及这个字的 一个效果和情感 就可以了 好 诺院们 这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首先讲的 这个链字体 最后我再来说一下 就是链字体 大部分的时候 会给定大家这个字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说说 这个链句题 就这个链句题 它是在链字的基础上 让大家少吸 一个句子的同学 那么链句题 它在问题的问法上 也是比较好去识别的 它通常呢 就会直接去问到 大家说 这个句子 某一连 你看啊 第四句 或者说汉连 或者给定你这句 让大家直接去赏息 或者说它的精妙之处 或者问到它 好在哪 所以它直接呢 就会给到大家某一句 或者某一连 让大家去赏息 那么我在这儿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如果这一连里面 有一个特别好的动词 有一个特别好的 你生词 色彩词 有一个特别好的谍词 要不要少 虽然不是练字 但是这个句子当中 有一个用的特别好的字 你要不要赏息它 当然要赏 没有问题吧 它也是属于这个句子当中 用的很好的一个点 所以家人们 大家明确这个点就好 非常好 同学们啊 这个字 在句子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在句子当中 依然要少 所以练句的第一个角度 就是练字 练哪些字 练我们刚刚讲的动词 形容词 副词 数量词 什么你生词 这些依然要去赏 句子当中比较特殊的 这是第一个点 同学们啊 第二个点 还要赏什么 赏手法 一样的 这里面的手法 可能有多个 比喻 女人 对比 这些东西 夸张 借贷 该有的手法 你得有 除了字跟手以外 家人们注意听啊 最后两个点 句子 赏句子 还有两个特殊的地方 一个是句子本身 这个句子本身 大家要注意一个新的内容 叫做句式 这个句式指的是 如果这个句子 它运用了对账的手法 它会形成句式上的工整 如果这个句子 它是长短句的 它会带来错落有致的效果 比如说送词啊 圆曲啊 会有一些句子 它是短句 长句这样的组合 那么它就是会在句式上 有这样的错落有致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嗯 术语 就是在句式这个方面 有这样的术语 大家可以把它积累下去 除了单纯的手法以外 还会有句式上的两个术语 一个叫对账 一个叫错落 最后一个叫结构 家人们 什么叫结构 诗歌当中 什么叫结构 它在一首诗里面的位置 叫结构 那么在结构上 主要有两个句子 要考虑结构 一个是首句 一个是尾句 那么诗歌的首句 往往渲染氛围 渲染环境 或者叫奠定情感基调 第一句嘛 诗歌的最后一句 有两个术语 给大家补充一下 一个叫足掌显置 什么叫足掌显置 家人们 有没有知道 什么叫足掌显置 你看最后一章 才显明自己的志向 就是最后一句 点名情感 大家能力 就是前面都没有 说明情感 但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它点名了情感 非常好 最后一句竖情 就点这个意思 足掌显置 大家可以学下来 这个术语 然后还有一个点 叫以警结构 什么叫以警结构 最后一句 以警 收述情感 就是前一句 它带有了一定情感流露 但最后一句 又以警物来作为了一个节列 这叫以警结情 这是在尾句这儿 两种比较特殊的 你也可以叫手法吧 或者我们具体到 它是结构上的一个术语效果 同学们 手句和尾句比较特殊 大家如果遇到了 可以把它打进去 这是一个更加完整的 一个作答的角度 叫结构 中间的句子 为什么不用答 同学们 因为中间的句子 它的作用都差不多 就是 乘上起下 引出下文的抒情 我们一般不在诗歌这儿 去答中间的第二连 第三连结构上 有什么效果 我们一般是小说呀 散文呀 咱们才是这么答 所以中间这儿 大家可以不考虑结构 我们重点就是 手句委句 考虑结构 同学们 字 手 句节 考虑里面的字 手法 句式 结构 结构这儿 重点就是 手句和尾句 同学们 字跟手法 是我们优先要考虑的 前两个点 那么 找到了这个角度之后 字手句节 找到角度之后 怎么答呢 答题语言如何组呢 点息校情 同学们 比较常规的一个思路 什么叫点息校情呢 第一步 点名 赏息的角度 比如说 就是我们的字 对吧 手法 然后句式 我们到结构上 先点名角度 然后分析 怎么分析呢 句意 然后点名效果 最后要答情的 注意 这个角度这里 有的时候 它可以有多个 然后效果跟情感 大家可以放在一起 合二为一去答 这里面手法 可能有多个 或者有字 有手法 多个角度 大家分别来 点名就可以了 点名 赏息的角度 然后分析 句意 然后讲 它的效果 最后给出情感 点息校情 这个是比较常规的 我们在语文主观题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个思路 重要的是 自首 句节 这四个 作答的角度 大家要明确 接下来 来同学们 两道题 我们把这两道题 练完下课 大家重点 去找它的角度 家人们 来我们看第一个题 张磊的初见松山 张磊呢 是苏氏的弟子 苏门思学士之一 当时呢 大家注意一下 也是被贬了 因为他老师的事 他也被贬了 我们就来看他这首诗 这里面问大家说 树丰轻寿出银来 在这儿 这一句 尿在何处 同学们找角度 来宝贝 找到角度 树丰轻寿出银来 比如说我们从字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哪个字 或者哪两个字用的特别好 你觉得是要赏的 同学们 树丰轻寿出云来 他讲那个松山嘛 讲那个山势 非常好推 哎 这个寿的 或者叫轻寿吧 轻寿咱们一般是形容什么呀 同学们 轻寿形容来形容人的吧 但在这儿 你看 他非常精妙 这是一个形容词对吧 一个非常精妙的形容词 用来形容那个山 那个山峰是很轻寿的 它什么叫山峰的轻寿 它是 就是很高耸 对吧 很挺立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同学们 这里面 哎很好 它其实是本身是用来形容人 但在这儿形容山峰啊 还有一个字 同学们叫做出 什么叫做出 说那个山峰 突出 说那个几座山峰 轻寿的山峰 耸出 耸立出 哎 出这个字用的也很好 它是一个动词吧 但是在这儿同学们 这个不是说你人 因为山峰它也可以突出 但它带来的效果是 本身是一个静态的画面 但是它却写那个山峰 它出来了 它从云层中间探出了头 它出来了 所以它是具有画静为动的一个动词的效果的 赋予了山峰这种动态的一个感觉 同学们 整个画面本身是静止的吧 对吧 就是讲那个山峰耸立在这儿 但它却有了一个动态的感觉 同学们 所以这里面两个点 大家也可以说是从手法上 意识到了轻寿是你人的 但其实我们从字上面就能找到 一个叫轻寿 一个叫做出 然后轻寿这儿还有一个你人的手法 山峰轻寿 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这个山峰的高句 然后出这个动词 以动写进 写出了那个山峰 穿破云层的动态的这样的一种动感的效果 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同学们 画静为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 这个时候 他被扁 受到自己老师的牵连 而张磊这个人 他是怎么看待的 叫做赖有青山 豁我怀 真是跟自己的老师很像 他在意这个吗 他本身呢 困于尘埃之中 但是青山让我的内心又开阔了起来 对吧 面对着风吹雨打 我就像是那个山峰一样 手立出来 所以他借这个山峰的这种情势 其实也是 他也是比较豁达 比较这个乐观 然后呢 表达自己这种不染一丝尘埃 很高洁的 很挺拔的这种 人生的这种志趣的同学 他最后也是立在这 那么 能不能答 足章险制 他不是伪廉吗 家人们 可以答 但是我觉得足章险制 在这不典型 同学们 昨天我的班上也讨论了这个 就大家感受一下 为什么答案里 没出现足章险制 就是他虽然是伪廉 但是他的这个情感 他其实不是特别明确 他就是借那个山峰来写的 所以你非说最后一句呢 点名了诗人高级的志趣 乐观的心情 我觉得也可以 不会给大家扣分啊 但是为什么答案里 没出现这个点 就是因为他其实不是 特别典型 不突出同学们 就是你非要说他在这 表达了诗人的情感 那肯定没错 他确实是表达诗人的情感 但他在这不属于 特别直接的最后一句 点名情感同学们 所以在这我们提 但是大家按照我们 刚刚的思路伪廉这 答一个点名情感 或者说足章险制 是可以的 但是答案里面 他给的点 给在了初上 然后移动写净 拟人的手法 然后这个轻受这个字 以及最终的一个情感效果 移境结情 哎宝贝 那就更不想 为啥呀 你前面说情了吗 什么叫移境结情宝贝 前面在 在抒发感情 最后一句移境来作解 他其实没有 所以这里面 移境结情 他也也不典型 所以这个里面 他移境结情和组织上显置 都不属于特别突出的这种情况 好 来 家人们最后一个题 我们来看这道高考题 礼部公愿 月经人就是 这个题 家人们是这个 2017年全国一卷高考真击 这个题 我们刚才你说过了 欧阳修监考 大家直接来看高考题 我们把这个题分析完就下课 下笔春残实业生 让大家赏悉他的精妙之处 来赏吧 哪些角度同学们 字句 手法 结构 下笔春残实业生 这句话中 如果让大家挑字 他不太好挑 就是这里面这个字的关键在于啥呀 字的关键 这个实是吧 字的关键在于 他在这儿不是真正的在写春残实 而且在写非常好 它是一个比喻 他为什么在这儿出现了春残呀 这个春残也好 这个实也好 这两个字 它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不是写考场吗 这不是考试吗 哪来的春残 它其实是一个比喻吧 同学们 这个比喻是把什么比做了什么 它是把考场当中 大家在这儿作答的这个声音 比做了春残实业 把下笔的声音 写字的声音非常好 同学们 所以第一个点 来比喻 第二个点 同学们 为什么在这儿要写声音 我不是表现考场的吗 这个手法叫什么 非常好 我要写的是环境的安静 我们有一个这个表述叫做 考场里面安静的能听见 比如说那个 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这种情况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 用一个声音 进一步来衬托 环境的安静 你在这儿越写声响 越能表现爱静 这叫以动 写 就以声写进 或者叫以声音来衬托 突出 考场安静的一个氛围 非常好 移动趁静 这是第二个点 那么最后同学们 表达诗人什么样的情感 这首诗是什么样的情感 大家感觉一下 欧阳修作为主考官 看到新的一年 人才的选拔 看到大家在这儿 刷刷刷的答题 你说表达欧阳修 什么样的情感 欧阳修说 赖有群工见财经 看到这些群音在这儿 作答 他应该是非常的欣喜的 对于未来 对于这些人才 对于我们大宋的未来 他是很欣慰的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我们来看 爱就是对于他们成才的未来 对于我们这个 北宋的朝廷的一个未来 很欣喜 很喜悦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第一个点 比喻一定要点出来 我不管宝贝 你是从春蚕 食业 这个词语上入手 还是直接就判断 他是比喻 你最终都是要落在 他是用春蚕食业的声音 来描摹 作答的声响的 这是第一个得分点 第二个 以动趁静 或者你答出来 用声音 衬托 突出考场的安静 写出了考场的庄严寂静 又得二分 非常好 最后一个点 情感 作为主考官 充满喜悦 或者欣慰 对于这些人才选拔的 爱证 充满希望的 喜悦 欣慰 之情 没有问题 再得二分 下笔 春蚕食业生 高考原题 同学们 把握一下这里面的比喻手法 以及 以动趁静的这个手法 这是道题相对特殊的一点 但是他这个确实在这个句子当中 他是用这个声响 进一步来突出考场的安静的 好 同学们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练字体和练句体 练字体 相应的五个角度 还有我们练句体的四个角度 大家下去之后 还可以结合我们的课堂笔记 然后自己再来梳理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完成了我们北宋的 刘友 苏氏 练字体 练句体的几个解题思路的 基本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彩蛋 彩蛋是关于这歌四个的 爱恨情仇 大家下一个之后可以去读 大概两到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读完 里面有一些故事 还是比较精彩的 我们的彩蛋的领取口令就是 山河破碎 南宋诗歌 春地六讲 都来听歌 我们后面还会讲 南宋诗词 山河破碎 风雨飘摇的南宋 我们看看这些文人 又创作出了哪些作品 我们的北宋到这儿 就告一段落了 山河破碎 南宋诗歌 春地六讲都来听歌 大家拿着口令 去找斑斑 领彩蛋 主动去找斑斑取分 还有我们的那个 《王冠》期刊 大家连续次讲之后 也可以去找斑斑 领取了 同学们 主动一点 然后呢 我们下周不讲诗歌了 我们下周讲散文 下周讲散文和手法 手法多样又复杂 修词表现都是啥 听CC一顿报奖 学习散文 手法鉴上 下周我们又是集中来讲 手法的一节课 那么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 北宋诗词和练剑具体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 大家去找斑斑 利用我们的彩蛋 还有我们到这个双月刊 就可以了 就给大家发一个红包 同学们 我们下周散文 练剑 斑斑哪里找 有没有同学那个 是新来的 没有找到斑斑呢 可以在评论区问一下 让斑斑发一下手机号 好不好 没有找到组织的 大家在评论区问一下 可能我们今天有 那个新来的同学们 然后斑斑给发一下 那个怎么添加啊 你们就是 每节课一道快下课 你们就是给我一个大展开 一个大讨论 我这刚刚我就懒得点你们啊 你们就是一个大发散 从哪儿就讨论到哪儿 学董真是 露出嫌弃的眼神啊 好了同学们 来这个 今天就到这了啊 这个去找斑斑 利用彩蛋 找不到斑斑的 就是这个微信啊 cc你要上去 上上上上去 上去上去啊 好吧好吧 好吧同学们啊 以后上课不要闲聊 适可而止啊 适可而止啊 好那你们来 今天就要到这里了 大家去找斑斑林 我们彩蛋吧 找不到斑斑的 这个这个评论区 找一下斑斑 这个发的这个 这个手机号 微信啊 找一下组织啊 我们今天的课后的彩蛋 还有那个 玩课的那个 双眼看的同学们啊 好好好 看到你的头像了 你真溜啊 你最溜 溜哭我了啊 好了好了同学们 去这个吃午饭吧 休息一会儿去找斑斑林一下 我们彩蛋啊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家人们 拜拜拜拜 拜拜